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我嫁给了一个大我八岁的老男人 对方是个建筑师 家里世代从商 相亲会上 我妈一眼就相中了对方 新婚夜 我骂她是老牛吃嫩草 她却不弃返校 老得会疼人 当晚我在她身下被滋润了一整夜 看闻没有结局 终将困其一生 时考研失败 被家里逼婚 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 对方是一个工程师 家里从商 有好几个大的商场 家里人一眼就相中了她 我妈非要陆金泽做我家的女婿 但我不愿意 陆金泽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类型的男生 长得虽帅 但有些皮下 个子高 有些黑 有点像个黑老大 跟我的理想型差的十万八千里 新婚夜里更表现得像个土匪 虽然她只坚持不到一分钟 第二天还想拉着我继续证明的时候 工作出了问题 临时出差 这一走就是一个月 我都快忘记自己还有一个丈夫 下班回来的时候 路边停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车上斜斜依靠着一个钉 大晚上吓死人 提前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 我给你打了电话 十五个你都没接 我醋了醋眉 掏出手机打开一看 没有 未接电话呀 你把我拉黑了 我扯了扯嘴角 抱歉 应该把你当成买保险的了 等下给你拉回来 我看着你拉回来 在陆金泽的注视下 我找到了黑名单 列表里躺着一个一分钟丈夫 点击屏幕的时候 手抖了抖 声音微微有些颤音 拉回来了 抬头去看陆金泽那张俊脸 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忧深的目光直直盯着我 好像在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本来想安慰一下他的 但此刻心情烦躁 回了一个你自己不清楚原因的眼神 站在外面干什么 还不快进来 是想当门神吗 陆金泽抿着唇 下河线绷得很紧 闷不吭声 看着他这个样子 心里有些触 一个月不见 他好像又结实了不少 等下真的要打起来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我挽起袖子 努力让声音柔和 吃晚饭了吗 我来给你做 陆金泽愣了愣 不用 我等下自己来做 我醋了醋没 你自己做的东西能吃吗 吃到过他做的一顿饭 味道一言难尽 我来做饭 你快去洗澡 陆金泽的口味添辣 炒菜的时候 多放了一些辣椒 比较下饭 端菜出来 浴室的门正好开了 陆金泽纸 围了一条浴巾出来 精壮的胸膛还带着些水珠 顺着流下 看得人面红耳赤 我微微正住了一下 眨了眨眼 怎么穿成这样出来 我忘带睡衣了 叫了你好几次没答应 厨房的门关着 油烟机的声音太大了 没有听见 你进去 我去给你找睡衣 特意找了一套黑色的家居服 透过门缝递给了他 陆金泽穿上出来 声音有些不满 怎么是长袖长裤 穿上好热 我含糊不清地解释道 好热就开空调 快去吃饭 等下菜凉了 顾金泽饭量很大 一顿吃了三碗 一厘米不剩 但吃相很斯文 不发出一点声音 我不是很有胃口 喝了一碗 汤就坐在他对面刷手机 喜欢的男明星发微博了 我点照片一看 哥哥好白还帅 身材好 但比起陆金泽 好像还差一点点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 陆金泽不知何时站起来了 忧深的眸子沉沉地看着我 我愣了愣 没有否认喜欢长得白的 我敷衍地呛了一声 陆金泽摸了摸脸 我白吗 我抿着嘴唇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你觉得了 我以前挺白的 就是工作后在工地上晒成这样的哦 我来洗碗 你快去洗澡吧 别的不说 陆金泽除了不会做饭 做其他家务倒是挺勤快的 刷碗拖地的动作比我还要熟练 换好睡衣出来 意识到里面没穿衣服 醋了醋眉 平常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习惯性地不穿 但现在家里多了一个男人 衣服拖到一半 门突然开了 我转过头去 四目相对 两人都微微正住了 陆金泽彻底失去了表情管理 脸红得一热 声音慌张出去 他冷了冷 有些尴尬 抱歉 我这就出去 他很快退了出去 关上了门 新婚夜里虽然坦诚相待过 但那是在关着灯我喝醉的情况下 此时此刻 我非常清醒 鼓起勇气开了门出去 客厅里没有人 但电视还开着 陆金泽正站在阳台上吹风 嘴里咬着烟 背对着看不清表情 我坐下 拿起遥控器 调小了声音 换了一个频道 他掐了烟 扔进了垃圾桶里 坐回了沙发上 两人距离很近 隐隐约约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 不算很难闻 但我不喜欢 悄悄往旁边挪了挪 小动作一清二楚地被陆金泽捕捉在眼里 抱歉 刚刚烟饮饭了 讨厌烟味 好 那从今天起我开始戒烟 我只是一笑 这鬼话 我要信了才怪 我爸嚷嚷了十年说要戒烟 最多坚持三个月 又偷偷抽起来 认真的他掏出烟盒和打火机 扔进了垃圾桶 又起身去了房间 出来的时候 换了一套睡衣 身上萦绕着淡淡的雪松香 喷了香水有点好闻 有个人坐在旁边看电视剧 总是走神 索性就不看了 进了卧室 开了电脑看小说 现实中没有甜甜的爱情 只能从网络小说里面寻找慰藉 看到关键的部分 门突然开了 偏过头淡淡地扫了一眼 注意力又重新回到屏幕上了 他走到梳妆台面前 拿起一罐面霜问道 这个是干什么的 土脸的有美白功效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问问 哦 带点美白功效吧 他垂眸沉默了一会儿 又小心翼翼开口问道 我能用一点吗 陆金泽看到我紧缩的眉后 又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 低头继续研究我那冠面霜 神情专注而认真 连我看他半天都没注意到 他的侧脸很好看 从鼻梁到下巴 每一个弧度都带着一些冷硬 眼睛室那双掀起眼皮子 看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些脾气 就是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皮肤晒得有些黑 不会是我晚上嘲讽他黑伤他自尊心了吧 我轻咳了一声 抽屉里面有一罐新的 送你了 他勾了勾嘴角 打开盖子挖出一大坨土脸的动作像是在刷墙 看得我心在滴血 这可都是钱啊 你刚刚挖的那一大坨好几百块钱 照你这个速度用下去 过不了几天就没了 他冷了 冷 这个面霜很贵吗 我点了点头 一脸心疼 一瓶好几千块钱 都快赶上我半个月的工资了 陆太太 下次买护肤品可以刷我的卡 不用为我省钱 我扯了扯嘴角 没有说话 结婚后 陆金泽把他卡和存折全都上交给了我 让我随便花 我明确表示拒绝 毫不留情地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 要是以后离婚了 算账都算不清楚 还是花自己挣的钱比较安心 陆金泽眼神微朗 但还是执意要给我 这是我家的传统 家里的钱全都有女人来掌管 我懒得跟他继续下掰扯下去 收下了 一分钱都没动 他出去打了一个电话回来 神色淡淡睡觉吧 我钻进了被窝 陆金泽上床 关了另一侧的灯 卧室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黑暗中 浅浅的呼吸声格外明显 男人的存在感十分地强烈 我稍稍往旁边挪了一下 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他突然侧过身来 随机伸出一只手 将我整个人揽到怀里去 身体不由地紧绷起来 呼吸都不敢加重 额头上渗出一层薄薄的汗液 他胸口处内的一片布料都被浸湿了 感受到他体温的上升 厚重的呼吸深吹在脖梗处 痒痒的身体难受 我轻轻推了推 喊了一句 陆金泽 嗯 我还没准备好 你现在能离我远一点吗 好热 他顿了顿 眼里的情绪晦涩不明 抱着我的手臂松开 半想才开口 好 他掀开被子 开了灯 下床穿上拖鞋 我眯了眯眼 声音有些期待 你是打算去客房里睡吗 陆金泽深呼一口气 又缓缓呼出 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哑着嗓子说去浴室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陆金泽已经把早饭买好了 包子豆浆 一大碗 馄饨热气腾腾的 早上没有什么胃口 吃了几口馄饨就饱了 醋了醋没 碗里还剩下好多 浪费不好 又吃了几个 再吃就要吐了 这也太多了 我有些吃不下 放着剩下的我来吃 脸有些红 迄今为止 只有我爸吃过我的剩饭 要不要喝点豆浆 你不喝吗 陆金泽摇了摇头 喝不惯甜的 我看了一眼手机 吃饭耽误了点时间 马上就要迟到了 我拿起豆浆吸完最后一口 我去上班了 我送你 不用 我骑电动车就行了 你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 陆金泽坚持要送 但还是被我拒绝了 中午准备和同事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出院的病人 看到陈放 我眉头紧簇 他手里抱着一束鲜花 嘴角挂着笑 曲医生 中午一起去吃个饭吧 餐厅我都预定好了 我的声音下意识地冷了下去 谢谢 但我和同事有约了 我掉头离开 却被陈放拦住 许医生给一个面子 我来医院找你好几回了 都没看到你 我抿了一下唇 有些无语 你烦不烦呢 我那时故意躲着你 陈放 你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请不要再来医院打扰我 他明显不信 嘴角还保持着微笑 许医生既然结婚了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的丈夫了 他工作忙 许医生不用这么编故事 我是不会信的 我985硕士毕业 自认为长相八十分以上 身高不算很高 但是工资高 打算五年内买房 太阳穴疯狂跳动 人生头一次见到这么厚脸皮的人 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陈放见我无动于衷 得寸进尺 上前来想要拉住我的手 一只大手突然伸了过来 把我往后一带了 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我转头一看 吓了一跳 你怎么来这了 不过来得还挺及时的 陆金泽扬了扬唇脚 来给你送饭 他上前走了一步 将我挡在身后 重重地踹了一脚 哐的一声 陈放一屁股落地 陈放恼羞成怒 跳起来拍拍屁股 骂道 你是谁有病吧 肩膀呼得一紧 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如今则面无表情 语气冷冽 许医生是我的老婆 他只吃我做的饭 只给我生孩子 你下一次再来骚扰我老婆 信不信我踹死你 我侧头看他 他穿着黑色的T恤 头发很短 五官英俊硬朗 黑眸深沉 他身材高大沉 放在他面前 简直就是一个小鸡崽子 陈放身上冒着冷汗 颤颤巍巍地抱着花 落荒而逃 我紧接着松了口气 小声嘟囔了一句 下一次 他应该不会再来医院吧 他经常来骚扰你 我仰着头看向他 忍不住抱怨 他就是个变态 有一次夜里下班回家 他还在后面跟踪我 现在想起来了 还是有些后怕 陆金泽薄纯闽成灵力的线 眉心微皱 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 你又不是警察 他谋色贱暗 薄纯紧闽成一条直线 以后我来接送你上下班 不用 我骑电动车 挺方便的 陆金泽表情严肃 语气认真 许宁 我不放心 我愣了愣 你这么闲 不用上班的吗 他打开保温筒 很高冷地说 接送媳妇这点时间还是有的 清炒虾人 海盐烤秋刀鱼排骨汤 看得我直咽口水 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自己做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在餐厅里打包的我勾了勾嘴角 答案果然没让我失望 你吃了吗 吃了 先擦擦手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湿纸巾 我饭量不大 没吃多少就饱了 菜和米饭还剩下很多 浪费粮食 损福报 我紧簇着眉头 吃不完了 陆金泽勾了勾嘴角 我点点头 你要帮我吃 他抽出筷子的手顿了顿 笑眯眯地看着我 亲我一口 我就帮你吃 我嘴角抽了抽 还没到晚上就开始做梦了 强撑着吃了几口 差点没吐出来 陆金泽伸出手 把面前的饭菜挪到他那边 慢条丝里地吃了起来 晴朗的午后 我背靠在椅子上 阳光从窗户外洒了进来 陆金泽的视线受到阳光的干扰 略微瞇了瞇眼 细碎的阳光垂到了他浓密的睫毛上 静谧而美好 肤色好像也白了些 我一时间看呆住了 心不合时宜地砰砰直跳 转移注意力 我从抽屉里拿出本漫画看了起来 喜欢看漫画 看得有些入迷路 金泽何时吃完 将碗筷收起来都不知道 我点了点头 嗯 从小我就喜欢看漫画 高考本来想要报考绘画类的专业 以后自己出一版自己的漫画 但家里人说画画的都穷 而且烧钱让我报考医学专业 你最喜欢的漫画是什么? 陆金泽突然开口问 欺龙珠机器猫? 我之前上学穷 我偷偷攒钱买了很多漫画书 但被我妈看到 她觉得这耽误学习 全都撕了 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我叹了口气 语气失落 现在是有钱都买不到了 有些都已经绝版了 你把这些书名写下来 我帮你找 我挑了挑眉 别白费功夫 这些都很难找到的 除了国外 书店里可能还有 陆金泽笑了笑 没有说话 但半个月后 正在国外出差的陆金泽突然给我了一张照片 是这几套漫画书吗? 看到消息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后了 对对对对对 一个视频突然打来了 我手抖了抖 点击了接听 陆金泽今天穿的有些花里胡哨的Versace巴洛克衬衣 最上面的一颗扭扣解开 有点蓝散又字意 身上挂着好几个包式袋 你在干什么? 刚刚开完会 来这里的商场买东西 今天晚上的飞机 明天早上起来 你应该就能看见我了 哦!这个包包你喜欢吗? 他提了提手上的一个 这个颜色显摆你背上 肯定很好看 我还没有开口 陆金泽已经刷了卡路易斯威登的衣服 要不要香水? 要不要面霜? 我买了三箱 够吗? 我先挂了 等一下再打电话 我去看首饰了 陆金泽的话太密了 我还没开口 视频已经挂了 见面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他正在厨房里忙着做早餐 客厅里都是箱子 路都快挡住了 我蹲下来拆箱子 朝厨房喊了一下 陆金泽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他围着蓝色的围裙出来 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愣了愣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到 我没什么朋友 每年的生日都是自己过的 买个小蛋糕 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心情复杂 眼睛里泛酸 被人重视的感觉真好 我站起身来 你坐了一晚上的飞机 累了去躺着休息一会儿 早饭我来做 不用 我自己照着视频学了好久 早餐马上就要做好了 你就等着吃吧 我看看你做的什么 他挡在门前 不用 你再等我半个小时 肯定有猫腻 我趁着他不注意钻了进去 看着锅里黑乎乎的一团 立马把陆金泽赶了出去 心里很感动 煮面低时候 多给陆金泽碗里放了一勺辣椒 陆金泽吃得很香 额头上都冒汗了 我站起来 他也跟着站起来 今天你就在家里休息 不用送我了 看着他眼底的暗青 没来由得一阵心疼 陆金泽轻轻一笑 确实是困了 下午还要去一趟公司 晚上下班我骑着电动车回家 拐弯的时候撞到了一辆逆行的三轮车 车子镜子磕碎了 牛仔裤也擦破了 但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些疼 对方道了歉 态度很好 我没追究了 到了家 推开门 屋子里黑漆漆的一片 陆金泽还没有回家 我小心翼翼地撩开裤腿 往上伤口蹭 破了皮 流了血 周围轻一筷子一筷的 看着有些吓人 但就是一点皮外伤思 不小心碰到了 有些疼 家里没有消毒水和绷带 换了条短裤 到便利店买药 结账的时候 碰到了陆金泽 他手里拿着一盒口香糖 应该是烟瘾饭了吧 四目相对 他一眼就注意到我腿上的伤口 脸色铁青 眉毛紧皱着 怎么弄伤的 开车跟人家撞上了 没什么大事情 他脱掉西装外套垫在地上 拉住我的手按坐下去 他表情严肃认真 盯着我的伤口看了一会儿 冷不盯来了一句 腿怎么这么白 《陆金泽,你能不能正经点?》 陆金泽突然抬头 认真道 以后会不会留疤呀?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怎么在意 应该会留疤 但很浅 他眉毛一皱 没有说话 晚上睡觉前 陆金泽还刷着手机 平常这个时候 他早早睡了 或者在书房里办公 我瞟了一眼 他正在逛橙色小软件 下单了五六个驱八高 我抿了抿唇道 你买这么多干嘛? 浪费 再说 我也用不着这些 留疤就留疤吧 我也不是很在乎 下面都有差评 我不知道哪个好用 都买回来试一试 陆金泽 你对我这么好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他挑了挑眉看向我 语气慵懒 让我吃肉这么容易满足 明天我买三斤排骨回来烧给你吃 我不吃猪肉 那你吃什么肉? 牛肉 羊肉 他没说话 忧深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我 我冷了冷 立刻反应过来 脸色爆红 拍了他一巴掌 陆金泽 你以后说话注意一点 不准再调戏我 他突然模仿起我前段时间看的电视剧 夹着嗓子 皇上 臣妾做不到 太阳穴疯狂秃秃 腿伤快好了 这几天 陆金泽天天送我上下班 公司和医院离得不是很近 来回要很多时间 我自己骑电动车挺方便的 你不用送 为了夫人的安全 我有义务天天接送 我翻了个白眼 骑个电动车不方便 风吹日晒的 到时候白净净的脸晒黑了 我可不好向爸妈交代 这样来回浪费了很多时间 每天开两三个小时的车 你身材都快走样了 刚好到了红灯 他停下了车 拉住我的手放在他腹肌上 语气一本正经 你摸摸他还硬吗 我下班出医院 一眼就看到马路对面的男人陆金泽身材心长 靠在一辆mini旁换车了 他唇角勾了勾 给你买的 以后你就自己开车上班 我大意 暑假学的车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了 早忘了怎么开 陆金泽捏了捏我的耳朵 笑道 没事 老公教你 我车技可好了 他把钥匙递给我 就从现在开始学吧 赶鸭子上架 脚颤颤微微伸到油门上 不小心踩中了 休得一下开出去了 姑奶奶快踩刹车 车子停下的时候 两人大瞪小眼 剃骨下的布料已经汗湿了 汗湿的碎发贴在额前 脸颊因紧张红透了 陆金泽 要不我改天再学吧 刚刚你开得挺好的 就是速度快 要赶上火箭了 慢慢来 不着急 陆金泽语气温柔 很有耐心 好几次刹车踩虫 脑袋要飞到玻璃面前 都没有生气 都是我的问题 是我刚刚没有说清楚 到了车库 解下安全带 他重重输了口气 胸前已经汗湿了 衬衫贴着胸膛 肌肉线条明显 我迅速将视线转开 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一些不该出现的画面 下了车 陆金泽拿起外套系在我腰上 他喉结滚动 眸色幽暗 声音阴雅 后面都汗湿了 我脸又炸红了 实在太尴尬了 周末我妈打电话 让我和陆金泽回去一趟 吃个饭 陆金泽穿得很正式 很帅 看了挪不开眼 手里拎着烟酒 钓鱼竿 燕窝 一堆保养品 都是我爸我妈喜欢的 他朝我汗了汗手 后面还有一箱子零食 帮我搬一下 我朝后备箱一看 还真是一大箱 都是进口零食 上面还有一个新的iPad 前一段时间 我妹一直炒着要 但家里人没给她买 我有些哭笑不得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太浪费了 应该买的 一进家 我妈笑吟吟地开始接待陆金泽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妈 都是该买的 听宁宁说你皮肤干 这里有一套护肤品 你每天坚持用 还有爸的钓鱼竿 妹妹许棠看到iPad和零食后激动得不行 一口一个姐夫地叫着 从陆金泽一进来 一家人笑得嘴角都合不上 我妈听许宁说 你喜欢吃辣椒酱 我前些天多做了一些 还有一些小鱼干和腌菜 硬喜欢吃 走的时候都带回去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就不回去了 就在家里住 宁宁的房间我都收拾好了 大家在饭桌上拉扯着家常 我专心地吃着碗里的菜等 讲到生孩子这个问题上 我愣是没有反应过来 脸疼地一下子烧起来 转过头看向陆金泽 他将挑出鱼刺的鱼肉放进我碗里 说道 妈 我和宁宁现在都没有生孩子的想法 打算晚几年再说 我附和着跟着点头 我爸点了点头 对陆金泽这个回答很满意 宁宁现在太年轻了 自己都是个孩子 太早生孩子不好 吃完饭后 陆金泽主动提出来洗碗 我妈笑着说 这哪里能行啊 妈 你就让她去 她就喜欢洗碗 爸妈回房间休息了 我跟着进了许唐的房间 我和许唐就差三岁 姐妹两个平常什么都聊 特别是在感情这些方面 我趴在床上摇晃着腿 八卦地问道 堂堂和那高龄男神分了吗 还没了 我们现在好好的 上次五一的时候 我们还一起去了云南玩 姐姐 这个事情你可不要告诉老爸老妈 好的 保证不告密 男神的身材好吗 有八块腹肌吗 许唐害羞道 有吧 出去玩住一点 不该发生的 千万不要发生 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别闹出人命 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翻看着许唐的朋友圈 怎么没有五一出去玩的照片 我轻渴几声 许唐 你是不是把我的朋友圈屏蔽了 还想要看看他男神长什么样 许唐磕磕巴巴道 好像没有吧 没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地讨论 哼哼唧唧了两声 我拍了拍胸脯道 把你男神的照片发给我看看 我帮你把把关 我看了一眼 小伙子长得还挺帅的 眼光还不错 是吧 他可是医学院的院草 一聊到男朋友 许唐的话匣子打开了 唧唧扎扎个不停 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姐 别一直聊我男神姐夫怎么样 具体指哪一方面 就是那一方面 小姑娘贼兮兮地凑近问道 你脖子上的那个痕迹 不会是姐夫种的小草莓 我闹了个大红脸 瞎说什么了 这就是蚊子咬的 好几天都没有消下去 单身的时候 我和许唐就这种话题 能聊得热火朝天 现在结婚了 再聊起这个 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许唐晃着我的胳膊 眼珠子一直盯着我的脖子 明显不相信 许宁 你不说是不是姐夫有什么隐疾 想到新婚之夜 怕说出真相伤了陆金泽的自尊 含糊不清 到一站到天亮有五六个小时 许唐快要笑趴了 明显不信你说的那是狗吧 我哼了两声 你爱信不信 门外响起敲门声 是陆金泽 我出去关上了门 脸上的红蕴还未彻底消散 刚刚在聊些什么了 随便瞎聊了一些 陆金泽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脸 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回响 别跟许唐胡说八道 有些事不可以乱说 我脸要红爆了 都快滴出血 她牵着我的手进了房间 然后一起躺下睡午觉醒来的时候 床边已经空了 我妈说她陪着我爸一起去钓鱼了 晚上两人回来的时候 拎着一条草鱼 我妈炖了一锅鲜美的鱼汤 忍不住多喝了一碗 房间里有毒味 我换上新的睡衣出来 是奶白色的吊带裙 这是之前在网上买的 本来下单的是一套纯棉可爱封的睡衣 结果发来的是一条奶白色的吊带裙 商家让我把这条留着重新补发了一套 之前一直压在衣柜里 没拿出来穿 刚刚翻了一下 没睡衣就只好穿这件 陆金泽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 唇角勾了勾 换新睡衣了 我红着脸 轻轻踢了踢踏 快去洗澡 一分钟后 里面传来花花的水声 我躺在床上翻看着白天从许唐房间里顺回来的漫画书 这小姑娘看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 里面的女主是个荷欢惊 画面有些限制极 我妈端着一碗汤进来 味道瞬间弥漫在整个房间 很香很香 这是给小陆熬的汤 你不要偷喝呀 晚上不是喝了汤的吗 怎么又要喝汤 而且只给陆金泽喝 我和许唐都没有 哼 妈 你偏心 这不是你该喝的汤 我别嘴 里面放了什么不该放的吗 闻起来 怎么有股牛肉味 我最喜欢的就是牛肉了 别问那么多 等下叫小陆喝完 你千万别偷喝呀 我妈嘱咐 我千万不要偷喝 可我天生反骨 浅尝了一口 眼睛亮了 味道还不错 砸吧砸吧嘴 又忍不住喝了一口 陆金泽出来的时候 只剩下半碗了 我手里捧着漫画书 抬头看了他一眼 麦色的皮肤阴晕着水汽 带着热气的水珠 从乌黑的发丝间滚落 一路往下 顺着锁骨滑到精壮的胸膛 我轻咳了几声 妈给你炖了汤 你等下把它喝完 什么汤 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嘴角 含糊不清道 我又没喝过 不清楚 等下喝了 把碗给洗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碗 又看了一眼我 真没喝 嘴角要不要擦一下 哪呢 他黑漆漆的毛子盯着我 里面隐藏着笑 意识到中了他的圈套 我坐起来挺直腰板 极力掩饰尴尬 就是帮你尝尝胃而已 没多喝 真的喜欢喝 还行吧 你快点把它喝了 我看你晚上都没怎么吃饱了 回来的时候 爸带着我去撸串了 现在正没胃口了 那好吧 我勉为其难地帮你喝了 其实我也有些饱 陆金泽看破不说破 拿着碗出去了 看了绘书 准备关灯 先别关 我马上就要看完了 陆金泽醋了醋 你在看什么书呢 漫画书特别好看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 从我手里抽走 我伸手去抢 他越举越高 我急得朝他手臂咬了一口 咬牙切齿道 陆 金泽 快点给我 马上就要看完了 他死活不给 快点睡觉 以前半个小时也说 马上就要看完了 我赌气地将脸埋在枕头里 手抠着床单闷闷不乐 别这样 小心把自己闷坏了 你把我的精神食粮拿走了 无疑是要饿死我 床单都快要抠出一个洞 陆金泽都没有要继续让我看下去的意思 许宁 陆金泽突然喊我全名有些不适 我偏起头看他 他现在脸色有些难看 深邃的眼眸微微眯起 语气严肃 你流鼻血了 我一摸指尖 气得一股子腥味在喉咙里越来越强烈 低头发现睡衣领口弄脏了 枕头更是一片狼藉 我懵了 以前从来没有流鼻血的经历 陆金则抽了几张纸巾 修长的纸尖在鼻上快速擦过 将血擦干净 鼻血还在往外冒 我往后痒 小时候看同学就是这样止住鼻血的 他伸出手按着我的后脑勺 别痒 那怎么办 温热的指尖从鼻孔两侧向中间鼻两股防线按压 几分钟后鼻血止住了 陆金则凝着眉头道 以后少看这些冲动的东西 看了八九年了都没事 但看到陆金则脸色不好 话又憋了回去 第二天在厨房里面看到牛鞭 瞬间一切都明白了 他站起来进了浴室 拿了一条湿毛巾将我脸上擦拭干净 又换了新的枕套 书也藏了起来 回家路上经过超市 他进去买了点柑橘 冰糖之类的东西 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给你拜拜 火生日前一天 陆金则问我要在哪里过 是在家里还是餐厅 他好不知起来 我突然来了一句 陆金则 我想我奶奶了 前些年爷爷去世了 全家人回老家办葬礼 准备离开的时候 奶奶突然不走了 他说就留在老家陪着爷爷 大学毕业出来工作 没有时间抽 不出身 就是过年那几天 能看到老人以前过生日的时候 奶奶都会早早起来 给我煮一碗长寿面 加个鸡蛋 让我吃完再上学 放学的时候 家里总是有一大桌子我喜欢的菜等着我 陆金则摸摸我的头 那我们就回奶奶家过生日 第二天早早起来 准备好开车去老家 下了高速 我跃跃欲试 你开累了 我来开吧 前段时间 陆金则一空下来 就拉着我练车 车技蹭蹭往上涨 他有些犹豫 但在我逼迫的眼神下 还是点头同意了 开慢一点 他脸色苍白 有些晕车 刚下完雨 有一段路没修 都是泥泞 车子底盘太低 现到泥巴里开不出来 得找人推 我再走几步路 就到村子里了 到时候 找邻居来帮忙 那先把后备箱的东西拿出来 打开后备箱 里面装满了东西袋子 箱子红红的 就插在上面贴个喜字了 你又提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奶奶牙扣不好 吃不了这么多东西 有的是喜糖给村里人发的 陆金则穿的是皮鞋 赠量赠量的 没走几步都沾上了 你还没进村子 就遇到邻居里大妈 还没等我开口 陆金则已经递上了喜糖自我介绍 阿姨好 我是宁宁的丈夫 前段时间刚结的婚 这是喜糖 你收着哈 李大妈笑得嘴盒不拢 这是宁宁啊 还真没认出来 长这么大了 老公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有福气 哈哈哈哈 进了村 一路上引来村里很多人的目光 他们磕着瓜子打麻将 隐隐约约听到 他们嘴里八卦着我和陆金则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还适应吗 前面就是奶奶家了 反正我从来没适应社恐人事 每次回家经过这条路头 都恨不得埋进地里 陆金则还行 大家都很热情 到了奶奶家叫了几声都没有人 奶奶耳背 她应该在厨房或者菜园子里忙活 过了一会儿 奶奶拎着一筐水灵灵的萝卜蔬菜回家 看到我们回来后 笑得嘴都合不拢 从房间里拿出零食水果来招待我们 奶奶今天宁宁生日 吃面了吗 我摇了摇头 那我去发面 中午的时候 我们吃手擀面 陆金则闲不住 拿着喜糖到处发 迅速跟村里人混熟 还跑到前面王婆婆家 借了头牛和几个小伙子 把车拉了出来 下午休息的时候 有几个婆婆跑到我家拉着 陆金则问 还有兄弟姐妹吗 可以帮忙介绍一下吗 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外面 笑哈哈地看着他怎么处理 第二天灰蒙蒙亮 外面的公鸡打鸣 窝窝 陆金则爬起来 提上裤子 轻手轻脚地开门离开 我太困了 睁不开眼 问他要去干嘛 后来陆金则拍了拍我的屁股 把我叫醒 快起来吃早餐 面都要驮了出来 堂屋里摆了好几包材料 桌上还有一盒新的助听器 你早上出去就是买这些东西 他点点头 藏在背后的手伸出 手里捧着一束枝子花 花朵洁白清香 叶子轻而有光泽 我眸子一亮 所有花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枝子花 它取出一朵 轻轻插在我头发上 动作小心翼翼后退几步 笑了笑 很好看 你还没告诉我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房顶漏雨 家里太潮湿了 住久了容易得病 再待上一天 把屋顶补好 你会羞吗 陆金则点点头 免快要驼了 快点去吃 这里我来管就行了 八月的天正是闷热的时候 顶楼更像是一个蒸香 带上一会儿汗珠子滴得满脸都是 奶奶冰好了 酸梅汤让我送上去 因为太热 陆金则直接把汗湿的衬衫脱下 头发湿了 粘在额前背上 细细蜜蜜的汗珠顺着腰窝 一路往下滑进裤子里 看得让人脸红 休息一下 喝点酸梅汤 楼上是不是很热 我搬个风扇上来 不用 快要弄好了 我搬个小板凳到他屁股后面 辛苦了 快坐下来 我给你扇扇风 陆金则勾了勾嘴角 你不坐 我摇了摇头 我站着就行 他拍了拍腿 漫不经心地说 坐上来 我红着脸弱弱地提醒 不行 要是等下让奶奶看到了 不好 陆金则笑出了声 奶奶不会上来 快坐上来 让我抱一会儿再说 就算看到了 老人家也很高兴 我们感情好 我还在犹豫 陆金则轻轻扯了一下 被他按在怀里 手掌在我手背上 马撒 陆金则媳妇 你的手好软 怎么能这么软呢 两个人挨得很近 他再稍稍一弯腰 就能碰到唇 黑漆漆的毛子盯着我 带着些野鱼拧拧 我想亲你 气氛逐渐上升 室内的温度 快要把我蒸化 楼梯上传来一阵阵脚步声 越来越清晰 宁宁 金则 快点下来吃饭了 今天中午炖了鱼汤 红烧排骨 咸蛋黄粽子 奶奶上来催吃饭 我着急推开陆金则 他死死禁锢着不放 像个大爷一样 命令亲我一口 我就放开 我急得面目扭曲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陆金则有些不满意 这不算亲在嘴巴上 我瞪了他一眼 你别得寸进尺 他死猪不怕开水烫 漫不经心地看着我 着急 我眼睛一闭 亲在他嘴上 咬牙切齿道 快点松开 他 缓缓松开 替我整理了一下头发 奶奶上来问道 你们刚刚在干什么了 叫了半天 都没答应 我红着脸不作声 陆金则笑了笑 弯腰凑到奶奶面前 奶奶 我们答应了 你没听见 等下吃完午饭的时候 我帮你把助听器带上 以后听啥都能听得很清楚 中午吃完饭 陆金则冲了一个枣出来 教奶奶如何使用助听器 带完了之后 又帮着在手机里下载凤凰传奇的歌曲 删除信息存号码 还有如何使用微信 支付宝支付 陆金则在叫老人的时候很有耐心 奶奶很喜欢他 带着他都街放四邻串门 逢人都要夸夸他能干 长得帅 走的那天 奶奶热情地让我们把大包小包都带上 把这几瓶辣椒还有腌菜带上 等等 楼上还有腊鱼腊肉 我去拿 奶奶不用了 你留着自己吃吧 我一个老婆子也吃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给你们做的 等下陆金则 奶奶 我上去拿 宁宁小鹿 这个小伙子不错 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啊 突然想起来了 早上刚摘了很多小白菜 你们带到城里去吃 奶奶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东西 你这个傻孩子 现在菜价太贵了 自己家种的 免费有机的 快点拿上 不拿以后就别回来了 坐上车 看着老人的背影逐渐消失在视线里 我鼻尖一酸 陆金则摸了摸我的头发 语气温柔 下个月我们抽空还来看一次奶奶 陆爸爸和陆妈妈去国外旅游了 有一个宴会不能出现 让我和陆金则去一下 他提前帮我订好了礼服和首饰 从来没有参加过宴会 异常的激动和紧张 怕长胖 所以中餐晚餐都改成了沙拉 陆金则晚上还要值夜班 吃这么点营养不足 边说边把盘子的牛肉夹进我的碗里 我迅速把碗端开 一脸愁容 我肚子上长了好多肉 腰也粗了一圈 在吃到时候 连礼服都穿不上 上次回家 我妈 见我第一句就是 胖了胖了 陆金则看我沉默了一会儿 胖了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 给我摸摸看是不是胖了 我吃得太少 结果就是晚上睡前容易饿 我起来喝了杯牛奶躺下 结果跑了一趟厕所有饿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陆金则白天在工地里忙活 晚上躺着呼呼大睡 我轻轻叫了几声他的名字 没有反应 轻悄悄地下床穿鞋 走到厨房里面煮了一包新拉面 外加青菜火腿鸡蛋汤 咕噜咕噜响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明天再减肥 反正距离宴会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背后响起男人阴雅的声音 我也饿了 我吓得一大跳 转过身来 陆金则顶着个鸡窝头站在后面 睡眼惺忪 可家里就只剩下这一包面了 我现在饿得连这个碗都能吃下去 没关系 我可以喝汤 这样显得我很残忍 所以吃面低时候 我分了陆金则一口 为了报答他 提出主动洗碗 重新躺在床上 一边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一边开始后悔 为什么要吃那一包面 陆金则 嗯 按住我 他突然坐了起来 表情很兴奋 嘴角抽了抽 帮我按住腿 我要坐五十个仰卧起坐才睡觉哦 他谋色按了下来 语气有些失望 加紧一些 这样我好坐 顺便帮我计数一百二十五 好久没锻炼 做到第十五个就不行了 开始喘气 陆金则谋色逐渐沉了下去 老婆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 我有些忙 注意什么 你的声音有些大 我拿起旁边的枕头 往他头上扔 有些恼羞成怒 陆金则 你脑子里天天在想些什么 咦 宴会那天我大姨妈提前来了 腰疼得挺不起来 脸色惨白 向医院请了半天假回家 有些失望 漂亮的衣服不能穿了 首饰也不能带了 听说这次宴会我喜欢的男明星 也要来参加 身体又虚又疼 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 感觉一阵阵热意从肚子上传来 收 伸进被子摸了摸 是个热水袋 旁边陷下去了 温热的手伸进衣服 贴着皮肤给我揉腰 整个人舒服了很多 我推了推陆金则 时间快到了 你快点去啊 不去了我没事 你快去 不去的话 爸妈不好交代 快点去不去你今天晚上就到客房睡 我去 但我只待一个小时 马上回来 半小时后 一个视频打了过来 今天陆金则打扮得很帅气 灵口那儿还寄了温纱结 头发喷了发焦 老婆 我帮你尝过了 这里的甜点很好吃 你想要吃什么 我给你带回来 陆金则 打开摄像头 前置让我挑选 声音沙哑 提拉米苏马卡龙闪电泡芙 你自己在酒店吃饱了再回来 今天晚上 我不能给你做饭 陆金则点了点头 我刚刚吃了点 这厨师做的饭没你做的好吃 我看你气色好了很多 还很疼吗 睡了一觉好很多了 陆金则 有一个女生突然出现在视频里 拍了拍她的肩膀 听语气 两人还挺熟的 她后退了一步 语气有些严肃 我结婚了 你别对我动手动脚的 你嫂子看到了会生气 求生欲很强啊 女生对着镜头 笑着跟我打招呼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跟陆金则随便聊了几句就挂了 我和陆金则的生日就差一个月 他在九月二十四 我在八月二十四之前没有给男生买过礼物的经验 再说陆金则有钱 什么都不缺 我想破脑袋 索性直接问他 陆金则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 他画着图抬头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 我瞬间明白过来 你答应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 红着脸点点头 提前去商场买了睡衣和一套新的内衣 还有一瓶阿玛尼的香水 导购推销的时候宣传这是一瓶男票喷了你就把持不住的香水 我很好奇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功效 生日那天 我做好了烛光晚餐 买了蛋糕和花花 家里布置得十分有情调 等了陆金则一两个小时 他都没回家 电话打过去也是关机 按理来说 这个时候已经下班了 开车去他公司早已经关了 回头正好看到陆金则从对面的大商场出来 旁边还挽着一个女生 手里大包小包的女孩 跟上次视频里的有些像 我打电话给陆金则 那边突然接通了 声音冷冷 陆金则 你在干嘛了 我在家里面等了你好久 陆金则 老婆 我在家班 马上就回来 心顿时拔凉拔凉地 颤抖着拍摄他们两个初双入对的照片 我比陆金则先回的家 牛排蛋糕送给了邻居 香水拿去喷厕所 嘴里哼哼唧唧想着怎么报复 回去抖音里疯狂去刷那些心动帅哥 门开了 陆金则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老婆 你怎么不开灯啊 哼 别跟我说话 陆金则灯开了 整个客厅都亮了起来 我拉着一张脸 眉头紧皱着 狠狠道 陆 金则 我们谈谈离婚的事情 他脸立刻沉了下来 认真问道 为什么要离婚 我冷哼了一句 你自己不清楚吗 这么大年纪 还干这种事情 照片里 看那女孩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 陆金则自动忽略前后两句话 皱起眉头 声线肃穆冷酷 许宁 你说谁老了 脑子也跟抽了风似的 嘴里冒出来了一句 说谁清楚老牛吃嫩草 陆金则气炸了 咬牙切齿 许宁 今晚你别求我阴阳道 求你再坚持一分钟 看到他危险的眼神 我立马捂住了嘴 一分钟不是胡周的婚礼 那天我和陆金则都喝多了 他是高兴喝醉的 我是戒酒消愁 醉酒后眼神迷离 看陆金则都觉得顺眼几分 其实他长得挺帅的 只不过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这婚是家里人逼的 所以有些讨厌他 大红色的床单撒上了玫瑰花瓣 灯光昏暗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设想 不干点什么 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么好的氛围接吻了 我被亲得迷迷糊糊 他从被子里伸出手 撕开小口袋 我紧闭上眼 不能说一点不痛 只能说毫无感觉 我冷不丁地说道 这就结束了 连一分钟都没有 陆金则脸色涨得通红 也有些难以置信 我拍了拍他的肩 安慰道 没关系 可能是酒喝太多的缘故 一通电话突然响起 我看了一眼 是一个叫顾声声 陆金则直接挂断电话 我嘲讽道 心虚了吧 他醋了醋眉 有些迷茫 我心虚什么 我打开手机照片 面无表情道 你自己看吧 他扫了一眼 暗了暗太阳穴 老婆 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陆金则 你别想洗白 说这个女生是你妹妹姐姐之类的 是他扒拉的 我努力躲开了 而且还不小心把他手腕别断了 怎么回事 顾声一直骚扰我 今天我去商场给你买礼物 他看到我了 直接朝我扑了过来 热情地要挽着我 我挣脱的力气有些大 用寸进了 不小心把他手腕别倒了 刚刚送他上医院了 哦 是这样啊 虽然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那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为什么骗我说你在加班 陆金则捶着毛子 语气委屈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老婆 你不是给我准备了烛光晚餐和蛋糕吗 给邻居了 陆金则声音闷闷 老婆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给你说清楚 什么事情 我虚岁三十岁 二十八 只比你大六岁 所以他认真看着我 强调道 我不老 沉重的气氛里 我差点破防了 强抿着嘴唇 让自己不笑出来 我点了点头 认真道 嗯嗯 你很年轻 并不老 他眸光突然变得很危险 你不信 我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我信 我信 这件事情我也有错 向陆金则道了歉 好好地一个生日过成了这样 生日礼物还被我拿去当厕所的空气清新剂 陆金则想要弥补 我有一个办法 我眸色立刻亮了起来 什么办法 他笑了笑 勾起手指 在我鼻梁上刮了一下 淡淡道 我买了好几套睡衣 你今晚轮番是穿给我看 我脸爆红 他试探性地问道 可以吗 我羞耻地点了点头 晚上 陆金则像是憋了很久 要一次性报复回来 婚后一年 陆金则下班进了浴室 在里面喊道 老婆 我内裤忘记拿了 你帮我拿一下 我扯上被子盖住自己的脸 他又喊了几声 声音闷闷地从被窝里传出 自己出来拿 他走过来 弯腰扒开被子 怎么了 陆老板 注意闻名 请把裤子穿上 他嘻嘻嘶嘶穿好裤子 关心道 到底怎么了 我没做错事 我郁闷到陆金则 我好像怀孕了 他愣了愣 随后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低头吻了吻我 陆金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激动 晚上翻来覆去 一会儿亲亲我的脸 一会儿摸摸我的肚子 悄悄在我耳边说道 老婆 好神奇爱 我们竟然造了一个人 我嘴角抽了抽 怀孕前三个月 我没有孕吐 相反陆金则吐得很厉害 什么味道都闻不得 一直抱着我 头埋在我的颈窝 闷着声音说 老婆 好香 我红着脸 孕晚期的时候 肚子像个气球 感觉随时快要炸 有一天出去散步的时候 突然感觉一阵阵疼 陆金则开车送到了医院 也要跟着进产房 但被我拒绝了 我可不想被他看到生孩子叫得撕心裂肺的样子 生孩子生得满头大汗 一种撕裂般的疼 感觉很不适 但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啼声 整个人感觉一阵轻松 孩子取名为陆修远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男朋友为继承家产 抛弃我和别人订婚 爷爷替我挽回 说订婚也可以考虑考虑 我们家男友妈妈一脸嘲讽 跟你家联姻图什么 图你收垃圾 方便还是图你们一身穷酸味 他们不知道 我家的垃圾回收站 是风头正静的新兴龙头企业 谁说捡垃圾的就不能是富豪 我是城中村里有名的破烂丫头 爸妈早逝 爷爷靠着收废品养活 我与楚北坤第一次见面 我坐在爷爷的三轮车上 抱着个大喇叭 喇叭里喊着收废品 车后面跟着一堆起哄的孩子 他们笑着喊我外号 就是那时 楚北坤叫停了爷爷的废品车 他们刚搬到城中村来 他和他的妈妈像是落了难的贵族 虽不情愿 却不得不融入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 楚北坤卖了废品 还帮我爷爷装上了车 然后回头拎起一个孩子的领子 他说 再敢乱喊 打掉你门牙那个小肩膀的少年 瞬间在我心中高大起来 成了闯入我童年的一束光 再后来 他会在卖的废品中放一个特意给我准备的小玩意儿 等我发现废品中的宝贝时 会在三轮车上高兴一整天 他会向赫爷的妹妹要一些小的衣服 悄悄扔进爷爷的院子好几次 我想和他说 其实我爷爷收废品很赚钱的 但是我怕他知道后我们交集就少了 于是就忍着没说 后来当我发现他生性敏感时 更是不敢让他知道他可怜 同情的人竟然比他处境要好很多 于是我们互相帮扶着长大 情窦初开的年纪 他坚定地拉起我的手 十八岁生日那天 我点起脚尖吻了他 或许是单亲的缘故 他自律地可怕 敏感又霸道地有些偏执 然而就是那骨子清冷傲娇的劲 常常让我欲罢不能 大学毕业那年 我们租了一间公寓搬到了一起 我说北昆 我们结婚吧 爷爷给我攒了嫁妆 足够我们买房的 他并不点头 只是勾着我的下巴笑 问我怎么那样迫不及待 我知道他只是借着调侃我 而岔开话题 他那样骄傲的人 怎么会住进我买的婚房 那天晚上 在公寓一米二的小床上 他动了情地吻 我却在最后一刻 决然抽身 他说 昭昭 等我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靠我自己 我不愿 却也只能点头 之后 他全心投入到他的生意中去 而我则听了爷爷的意见 选了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专业 继续读研 我相信我很快可以等来楚北坤生意作达那天 结果我们先等来了楚北坤的亲爹狗血的带球跑 剧情就发生在我身边 但是头一次听说 但是头一次听说球都二十多了才找来的 他说要楚北坤回去继承家产 家里有钱 恩怨就多 我知道当年楚北坤和他妈妈搬到城中村没那么简单 于是我说 北坤哥 别回去了 我收废品养你 楚北坤的妈妈怜悯地冲我笑 他说 可怜的丫头 你从小在这城中村长大 也难为你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转脸看楚北坤 他说 朝朝 等我抢回了外公给妈妈的嫁妆 我们就结婚 他们从城中村搬走 那天 我拉着楚北坤的手 我说北坤哥 其实我爷爷收废品很赚钱的 他不只收小东西 他还收工厂的废料 楚北坤打断我 神情严肃 招招 你放心 我不会抛下你不管 他以为我怕他回了豪门抛弃我才这样说的 我咽下了后面的话 放开了扯着他袖子的手 豪车离开的时候 我心里不舒服 却仍然想着万一楚北坤真没抢回他妈的嫁妆 我也会靠着爷爷的生前路养他 可是他回去没几天 他的妈妈就又找上了我 珠光宝气的妇人穿上了小高跟儿 走在城中村坎坷不平的路上 眉头都皱了起来 他说 楚北坤要想继承家产 必须答应与合作伙伴的干女儿订婚 所以 我得离开楚北坤 我傻在当场 正赶上爷爷骑着他的破烂三轮车回来 爷爷说 或许与合作伙伴订婚 也可以考虑考虑 我们家现在废品生意做得还不错 楚北坤妈妈 一改往日和善的面孔 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我们爷孙俩 他说 老爷子跟你们订婚 就图卖废品 方便吗 爷爷说是这么个理儿 到时候 我先收你们厂子的废料 楚北坤妈妈 终于绷不住了 迟笑着给我扔下一张卡 他说老爷子 这样的话 以后别出去说 现眼 说完 那帕子掩在笛子上 绕开爷爷离开了小巷 爷爷捡起地上的卡 局促地擦了擦手上的黑灰 他问我 丫头 爷爷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的爷爷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 每次从工厂回来都是又脏又臭 可却因为我遭到了如此的羞辱 爷爷想给我擦擦眼泪 碍于满手黑灰级的直抹脑门 丫头 别和他计较 你再去问问北坤 爷爷能看得准北坤是不会同意和别人订婚的 然而楚北坤的回答出乎我们的预料 他说订婚是真 但订婚对象和他一样 也没有真结婚的打算 所以他们意见达成一致 只是作戏给别人看 让我要懂事 暂时忍一忍 我说北坤哥 我没开玩笑 我家收费品真的很赚钱 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我的爷爷并不只是单纯地收社区里的费品 他有一个大群里都是收费品的人 都听他调派 每个人负责一个片区 收完统一到那个大厂区分类处理 爷爷为人仗义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他开始收工业废料 并帮工厂处理垃圾 赶上国家重视环保 这几年开始垃圾分类 乘着东风 爷爷已经成为这个新兴产业的龙头老大 不知道楚北坤听进去多少 他沉默了一会儿 语重心长地说 昭昭 我知道你在乎我 但是别闹了 我在忙 听着话筒里的盲音 我心中一片荒凉 朦胧的视线中 仿佛看见巷子里那个少年 慢慢地松开了我的手 就算如此 我依然尊重楚北坤的决定 他带着他的订婚对象来见了我 当面说清楚 我是他的女朋友 而对方只是合作伙伴 那个叫林哥的女孩性格很好 他笑着说 羡慕我有个这么帅 有这么体贴的男朋友 不过他让我放心 说他不会和我抢的 然后亲密地加了我的微信 说和我投缘 我的噩梦从此开始 林哥每天都会发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里 最常出现的 便是楚北坤路灯下乡依威的身影 宴会上交缠的手臂 同款的情侣对戒 甚至是订婚宴的邀请函 当我心口一抽一抽得疼的时候 林哥打来电话 招招朋友圈那些你别在意 那都是宣传造势用的 你知道的 参加那种聚会 男女伴难免有身体接触的 只是拉拉手搂搂腰 你能接受的吧 对了 今天北坤带我去了一家餐厅 那家味道很好 我让北坤帮你打包了 算是给你赔罪 他温温柔柔的语调里 满满的茶味 我却一句也对不出来 楚北坤很晚才回到出租屋 意外地见到我没睡 二话不说 带着一身烟酒气 便抱住了我 好想你 招招 他声音带着疲惫的沙哑 迫切地吻 沿着耳侧一路向下 我推他 他停了动作 却依然抱着我不动 他说招招我好嘞 让我抱一会 然后他就那样抱着 我在沙发上睡着了 低头看着怀里的人 沉睡中仍皱着眉头 我压下心中种种酸涩 依然选择了相信他 第二天一早 我提醒他 林哥可能真的看上他了 他接着电话匆忙离开 只说那不重要吗 我看着他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第一次感受到了我们之间的裂痕 后来他为了他的目标越来越忙 忙到很久都不回出租屋了 打电话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陪客户 每次听着他着急挂掉电话 我都觉得自己是个矫情又不懂事的遭康妻 久而久之 我竟然开始去林哥的朋友圈里看楚北坤的动态 意识到自己的卑微时 我搬离了出租屋 回到了宿舍 楚北坤半个月之后才知道我搬走 然而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仍然是让我给他时间 我尽全力去信他 一心投入到学习中 试图将林哥的种种挑衅赶出我的视线 然而 若是苍蝇盯上了你 便怎么也赶不走了 我手机屏保上 与楚北坤的合影被同宿舍的人看见了 看不出来你男朋友这么帅 周婷婷说着将我手机举起来给众人看 对于他的举动 我虽然不爽 但为了宿舍和谐 我仍然忍下不悦来回答他们的八卦 路昭昭 你这么帅的男朋友哪里认识的呀 我敷衍地说 我和男朋友很小就认识 周婷婷阴阳怪气地说 你确定 这是你男朋友 我进宿舍比较晚 大家都已经抱团 他这一问 大伙齐刷刷地盯着我 我压下 心烦点了点头 他又问 你确定这照片不是屁的 我满肚子火气抢回了手机 有人悄悄地跟周婷婷识眼色 撇撇嘴 那意味在明显不过 我不配 我懒得计较 但是楚北坤照片曝光的第二天 我就被全班孤立了 他们说我知三当三 我平保上与楚北坤的合影 还有楚北坤与林哥订婚宴上的合影被撕下疯传 屋檐会与蜂拥而至 真看不出来 装得冰清郁洁的居然是个小三 周婷婷早就知道 昨天故意在宿舍拿着她手机上的照片 问她亲口承认的照片不是屁的 还说那就是她男朋友 真不要脸呐 也不瞧瞧对方什么身份 能看上她一个穷酸学生 不过 婉婉她还真敢说 是啊 建成集团多大的名气啊 人家正牌女友 据说家里也很有钱 听说陆昭昭没父母的 难怪有娘生没娘养 没人叫她礼义廉耻的 我从小在垃圾车上长大 见过无数的恶意和辱骂 从没有这次这样恶毒 回到宿舍 我的行李被扔了出来 化妆品碎了一地 周婷婷带着人站在门口 他们说 这个宿舍不欢迎当三的人 一切都明朗起来 周婷婷被林歌买通了 我狼狈地站在宿舍门口 眼前的荒唐一幕幕闪过 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 羞 无耻吗 窝囊吗 这一切败水所赐 楚北昆 林歌 还是面前这个周婷婷都不是 或许楚北昆妈妈羞辱爷爷的那天 我就该知道 我不能迈出这一步 年迈的爷爷自己一身脏 只为将我这个没爹妈的孩子抚养长大 让我堂堂正正做人 不让小时候垃圾车上的乳妈再一次加诸在我的身上 可我却自取其辱 或者这一切该有个了断了 我对着地上的狼籍拍了照片 一句话没有说 周婷婷还在带节奏 满走狼的人围观 我一巴掌扇在了她的臭嘴上 告诉你的狗主人 我接招了 周婷婷被打得狠了 抽着气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转身离开 回到了出租屋 带着一丝决绝 我将那些不堪入目的谣言截评发给了楚北坤 一并发过去的还有被扔在门外的行李和摔碎了的化妆品 楚北坤暴怒 我却保持着平静 我问怎么办 楚北坤红着眼 久久不语 半赏 他说 朝朝 我就差最后一步了 他和林哥订婚 为两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他说合同签完 双方都得利之后 他自然还我清白 我笑了 我早该想到的 我像走流程一样 问了最后一句 家产和我之间 你只能选一个 你要谁 楚北坤又惊又怒 却仍然告诉我 他都要 我挂掉了视频 拉着出租屋中早就收拾好的行李 离开了那里 垃圾车下 为我出头的那个少年终究是走远了 对于我的离开 楚北坤多半是恨的 他恨我为什么能忍受垃圾车里的辱骂 不能为他再忍一次 我想把我养大的爷爷一定不想看到他的孙女为别人忍气吞声 当晚 我便找人挖出了周婷婷与林哥的中间人 收集了周婷婷与林哥的交易记录 甚至拿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 第二天到班级时 还没开始上课 教室里围满了人 中间是肿着脸的周婷婷 见我进来 好多打抱不平的人 横眉冷对地看我 更有好事地怒气冲冲地冲我吼 辅导员一会儿就来 你行为不检点 一定会被记过的 我将手机萤幕对着周婷婷亮给他看 巧了 我也叫了辅导员 他看到萤幕上自己的聊天记录时忽然变了脸 上来就要躲我的手机 我向后一闪 他扑了个亮枪 小心点 别摔了腿一会没法上台给我道歉 我漠然地忽视掉周围的嗡嗡声 遥控着打开了投影 偌大的萤幕上 周婷婷与林哥的聊天记录被放大了数倍 林哥让周婷婷搞坏我的名声 后面有金额巨大的转账记录 辅导员就是在那时走进教室的 刚刚还义愤填膺的一众人瞬间哑火 熙熙一片 周婷婷大吼着扑过来抢我的遥控器 她说我窃取她的隐私 她要告我 我说那正好 我也报了 警告你诽谤 还有损坏我的私人物品 她一听傻了眼 口不择言 你本来就是小三儿 你和人家男朋友的合影 我们宿舍的人可是亲眼见过 敢当小三 还不敢让别人说吗 我说的是事实 你没法告我诽谤 辅导员大声呵斥了 他从我手中拿过遥控器 画面一转 猝不及防的楚北坤出现在画面里 冷峻的面容极度克制 星红的双眼藏不住疲惫 我的心猛地揪紧 抬头看向辅导员 辅导员安抚地朝我点点头 楚北坤缓缓开口 我是陆昭昭的前男友 虽然已经分手 但如若有人造谣诽谤 我仍然帮他追究到底 周围瞬间有了不小的波动 嗡嗡声让我的心口像堵了一块棉花 脑海里不断回想着的是那句已经分手 这不光是楚北坤想到的帮我洗脱污名的办法 也是他在我与家产之间做出的抉择 辅导员关了头影 他说学校决定造谣的同学既大过处分 周婷婷急了 凭什么他说是他不要脸 分手了还留着人家照片 还承认是男朋友 也不怪我们误会吧 我冷眼看着他 目光落在他那张肿着的脸上 和你有关系 我问他微不可查地捂上了另一半脸 我转向辅导员 注学金是不是也该取消 这一句话顿时引来了小声的抗议 设施的几个人问凭什么 他们说注学金是企业资助的 学校也不能说取消就取消 他们厚着脸皮非要找企业的人定夺 我阻拦 他们便越发来劲 拼了全力要保全高额注学金 辅导员说商量一下再答复 结果竟然有人私自给企业去了电话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那家企业不但搭理了他 竟还在百忙之中派了代表来 我没拦住 这样糟心的事还是让他知道了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特意换下了脏衣服 洗干净手上的黑灰 他怕给我丢脸 他进来时 大家呼啦啦就围了上去 脸上带着殷勤的丑陋的笑容 然而他无心应付 只是急切地走向我 眼里满是心疼 他说 丫头受委屈了 先跟爷爷回家 顿时 那些人丑陋的笑便僵在了脸上 惊慌 羞愤 还有收不回去的笑 尴尬又讽刺 没错 那个发助学金的企业就是爷爷的 他不光发助学金 甚至整个专业都是他投建的 他说 这方面的企业太少了 工厂的废料他收不过来 影响企业生产 他说 回应国家政策 多培养一些这方面的人才 以后工厂不至于废料积压 乱投乱放 这样既能改善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 也能为不少人提供一条生存之路 不少穷孩子拿不出学费 他就统一资助 他说 别让明珠蒙尘 我很惭愧 让他看见今天这样令人失望的场面 他的手有细微的颤抖 仍然语重心长 没说一句重话 他说 学校不光要教知识 也要教做人啊 跟在后面的校领导 诚惶诚恐 连连点头称事 周婷婷摊坐在位置上 迎接着周围同学们愿读的目光 我便释然了 这些丑陋的嘴脸 我从小便看 没什么稀奇 将教室留给他们 互相撕咬 公开道歉 既过取消助学金赔偿化妆品一样也跑不掉 而周婷婷要承受的可能更多 我猜楚北坤会将与我分手的怨气都发泄到他的身上 因为林哥他暂时还不能动 毕业将近 我索性跟着爷爷回了城中村 本想疗伤 却不想触景生情 楚北坤家空荡荡的房子就立在旁边 一起走过的小路蜿蜒向前 牵着我的人却早已不在身边 爷爷说我这个状态不对 要带我出去散散心 参加聚会 看能不能交到好朋友 于是我便去了 他把我交给他老伙计的孙子魏州 祖孙三代都是裁缝 曾经也住城中村 在我小的时候便出国定居了 小裁缝带着我一通打扮 换上了高跟鞋 还穿了礼服 我说这裙子好别扭 他笑了 他说这套礼服多少人想穿都穿不到呢 我以为他开玩笑 等到了宴会现场才知道是真的 因为我遇见了楚北坤的妈妈 他看见我的时候 吓得够呛 他以为我来找他儿子 他说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怎么还来纠缠 我乐了 我说阿姨 我把钱捐给城中村修路了 以你的名义 毕竟你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得邻里照顾 献点爱惜你没意见吧 说到了他的痛处 他气得满脸通红 碍于周围有人 只能仓皇地又拿出一张卡 他问 这回够了吗 我说 要捐 你自己捐去吧 说完便向宴会厅走去 他一把拉住我 别给我进去丢人 你知不知道 你身上穿的这件礼服 是冒牌货 居然仿的限量款 真是够现眼的 他拉不动我便来叫保安 这个人没有邀请函 请他出去 我笑着拿出一打邀请函 你有吗 要不送你一张 他气得够呛 却也没有办法 只能放开我 打电话求援 他神色慌张 像是我马上要毁了他家联姻一样 我倒是乐得看好戏 已在门旁看他找人 他变话正打着 忽然又看到我的爷爷 换上了一身西装 从后面跟上来 这一看 居然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他冲着电话 磕磕巴巴喊他老公 他说 老公 快来 那两个收破烂来捣乱了 我痴笑一声 挽着爷爷的手臂进了宴会厅 爷爷遇到了熟人 过去打招呼 我便落了单 不过倒是不无聊 各种美食等着我灵性 只是当我刚加了一块糕点时 林哥便扭着水蛇腰走了过来 身边跟着的姐妹们各个妆容精致 礼服加深 哎哟 这要巧呀 这不 前几天那个妄想狂吗 他说 他是你男朋友的小青梅 对吧 还真是够勇的 都追到这来了 你男朋友不是发了声明了吗 怎么脸皮这么厚啊 事已至此 林哥依然装着他的好人 他说招招 别听他们胡说 他们不了解内情 不过我还真是得好心提醒你 你快走吧 不然一会肯定出丑 怎么出丑 我吃了一口点心 饶有兴慰地看他 你平时不看秀的 你身上这件很出名的新品 就一件 多少贵夫人穿不到 竟然穿在你一个收费品的丫头身上 也太假了 好吧 你在哪里租的呀 得花几百块 白白浪费你一个月生活费呀 你说这礼服假的 我瞥了眼不远处的小裁缝 那小裁缝脸色不善 林哥一中捂着嘴 想笑又不好 大笑的表情将嘲讽和虚伪演绎到了极致 可不是吗 那件真品估计你卖了 家里所有的破烂也租不起 就算抛开价钱不说 就算你是个爆发户 这件礼服可不是有钱就能穿的 再者 你瞧瞧这做工 一点瑕疵都没有 一看就是机器流水线生产 一点手工痕迹都没有 我实在憋不住了 笑着看那小裁缝 哎 夸你活好呢 像机器流水线 魏周扑痴笑了 无奈地摇摇头 怪我了 他说 林哥见劝不走 我终于装不下去了 他冷下脸 路朝你够了 居然还找人来演戏 你若是现在走 我给你留着面子 若是你非要捣乱 别怪我不给你脸 今晚的宴会 可是有特别重要的人要来 你要是敢冲撞了 信不信北坤哥扒你一层皮 话音未落 同样想扒我一层皮的人便来了 楚北坤妈妈的身后跟着的 是他搬来的救兵 楚北坤的爸爸 还有宴会主办方的工作人员 他们直奔我而来 楚北坤爸爸陪着主办方冷着脸 一个正眼也没给我 主办方的工作人员礼貌且冷漠地冲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说 小姐 我们的疏忽发错了邀请函 还请您退场 我们会做出补偿 林哥和他的小姐妹发出讥讽的笑声 你也不算白来一场 尝了一口收破烂而食吃不到的高档点心 该知足了 趁着好说好商量 抓紧滚 别一会被人拖出去拖 换了假礼服 还赔不起 我放下了点信 冷眼瞧着主办方 你确定发错了邀请函 主办方与楚北坤爸爸都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打亮了两眼 确定不是熟面孔 便不耐烦地冲工作人员挥了下手 要强制将我拖走 等等 楚北坤妈妈出生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老头 找到他一起拖出去 一旁的魏州看不下去 终于站起了身 还未说话 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妈! 楚北坤声音中压不住地怒火 你要干什么? 楚北坤 妈妈有一瞬地慌张 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不是告诉你晚一会儿吗? 楚北坤一把甩开他妈妈的手 站到了我面前 除了视频通话 我好似很久没见过他了 脸颊瘦了一些 眉头紧了一些 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勾人 他也看着我 双眸中情绪涌动 隐忍又克制 好半嗓才开了口 迷人低雅的嗓音说出来的却是冷漠无情的话 他说 招招出去吧 招招你先出去 宴会结束我跟你解释 我笑了 有闲的东西划过嘴角 魏周一把推开了他 拿出了自己的邀请函 还未说话 楚北坤妈妈便喊了起来 在那边喊边示意工作人员 那个老头在那 快点 宴会马上开始 快把他们两个扔出去 众人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首先变脸的是主办方的老板 然后是楚北坤的爸爸 胡北坤不明所以 一把抓住他妈妈的胳膊 你够了 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伴随着他的话音 啪的一声 一个清脆的巴掌落在他妈妈的脸上 打人的是他的爸爸楚北坤和他的妈妈 傻在当场 但要发作 只见楚北坤的爸爸与主办方一同抢上前去 握住了爷爷的手 老先生 求见您一面太难 没想到您今天真的能赏脸 真是幸会 楚北坤妈妈捂着脸 惊得也忘了哭闹了 你爸爸要找的回收厂是招招的爷爷吗 他问楚北坤 楚北坤也有些发愣 梁九却自嘲地笑了 我也扯着嘴角笑 心肩上像刀子刮了一样疼 这回心了吗 我不是来找你的 爷爷无心与人寒暄 敷衍过众人就笨我来了 丫头 又有人欺负你了 他神色紧张 他们说我礼服是假的 邀请函也是错的 要赶我出去 我轻描淡写地告这桩 林哥脸都轻了 不等爷爷说话 围上来的人群中立马闪出一个人 林哥叫他干爹 脸色铁青 冲他低喝着让他道歉 林哥看见众人对爷爷的态度 有些发慌 却依然狡辩 他念如着 我只是好心提醒他 他的礼服是冒牌货 他干爹恨铁不成钢地指着他 混账东西 你给我闭嘴 抓紧道歉 周遭围上了好多人笑话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废品大王啊 人家的孙女怎么可能穿冒牌货 就是全城工厂的废料 都等上赶着求着人家收 还有捣找钱的 人家怎么可能穿冒牌 极度红眼了 你看那旁边跟着的帅哥那么眼熟 那不就是那个鬼才设计师吗 那礼服就是他设计的呀 天哪 太逗了 当着人设计师的面说礼服是假的 真是有眼无珠啊 林哥又羞又恼 被逼急了 耿着脖子大喊 是他不要脸 要来抢我男朋友 话音未落 啪啪两声 两个大巴掌落在他的脸上 他干爹额头青筋抱起 仍不得不冲爷爷陪着笑脸 老先生 这混账孩子不懂事 我教训他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说着 挥了挥手 有人将歇斯底里的林哥 拖着扔出了宴会厅 楚北坤妈妈局促不安 却也拉不下脸来道歉 爷爷看在林里多年的份上 并没有打算为难他 只是楚北坤爸爸却没想轻易放过他 怒目而逝 恨不能寡了他这个新寻回来的结发妻子 抛下神色各异的一家子 爷爷正式将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 这个新兴产业 爷爷打算一步步交到我的手上 整场宴会我被奉为座上宾 无论多知名的企业都来结交 希望爷爷能先收他们的废料 不能乱排乱放 之后掌握废弃资源 再利用的企业少之又少 而爷爷是做得最大的 楚北坤坐在角落里 碑中的酒添了又添 冷眼看着他爸爸 压着他妈妈前来与爷爷陪礼 那个妇人卑微地顶着手掌印站在那里 爷爷收了好多双手奉上的名片 却独独不收楚家的 他说 令夫人嫌弃我们收破了现眼 咱们还是不结交得好啊 楚北坤爸爸脸色铁青 楚北坤的妈妈眼圈喊着泪 却不敢掉下来 迎接他的或许不止一巴掌那么简单 我躲出宴会厅不想再看 却被楚北坤堵在角落 他攥着我的手腕 攥得我生疼 侯杰上下滚动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说什么呢? 此情此景 说什么都像是刻意 说什么都让我多心 我正开他 他便将头抵在了墙上 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他说 我心痛地发现 我竟不能从他的话语里 分辨有几分是真心 我们之间的信任早已崩塌 从那里离开后 我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 不料楚北坤爸爸 似乎将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他觉得 我和楚北坤于情未了 这让林哥狗急跳了墙 这一次 谣言来得更加猛烈 楚家心认领回来的儿子行为不减 订婚期间 劈腿岌岌可危的捆绑关系即将破裂 楚家骨架大跌 于是 楚北坤爸爸无奈 立马安排了楚北坤与林哥的婚礼 前夕 楚北坤在城中村的小巷中找到我 他说 招招 你还爱着我 他语气笃定 像是吃定我 实则却暴露了心虚 我平和地看着他 不说话 没错的 你还爱着我 他可怜又倔强地说 望着那个曾经深爱着的人 我只觉无比悲凉 我爱不爱你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结束了 他将颤抖的手钻成全藏进了口袋里 但是我看着他的眼睛 你至少要自己爱自己 不要将自己活成了别人复仇的工具 曾经他是他妈妈 抢回他爸爸的工具 又是他妈妈 抢回他外公遗产的工具 现在有可能又成了他爸爸求我爷爷的工具 楚北坤颓丧地退了两步 以着墙蹲了下去 那面墙上还留着我们曾经涂鸦的痕迹 我转了身 默默离开 将那个少年抛在了最初相识的地方 楚北坤还是要和林哥结婚了 我是在社交平台上知道的 婚礼前一晚 林哥发了胜利者宣言 一副正宫发 下面还配了一张那个被他打败的小三的丑照 照片虽然经过了处理有些模糊 但仔细分辨 还是有人认得出那是废品大王的宝贝孙女 他要不来这么一手 我差点忘了和他算之前造谣的旧账 撞上门来我就不客气了 意外的是这一次没用我出手 便有人行动了 三分钟不到 我的热搜被撤 取而代之的是林哥与他干爹的八卦 据说林哥本来家境窘迫 大学期间莫名其妙辨认了干爹 恰巧他干爹无后 便将他当亲女儿一样带在身边 不过下方配图却十分暧昧 尺度全然不像妇女 与此同时 我的手机收到了一份档 里面的视频净爆程度令人咋舌 当里还有林哥买通我设有造谣的证据 正打算联系媒体 楚北坤却来了电话 他说 招招 我知道你还爱着我 明天婚礼只要你来 我便送你一份大礼 对楚北坤那些斩不断礼还乱的心思 在这一刻便突然斩得断了 他要送什么 我一清二楚 骄傲又偏执的楚北坤应该是在报复提出联姻的楚家报复 利用他夺才的妈妈 报复那个回我名声的林哥 他要在婚礼上做一场大戏 让那些人颜面尽失 最重要的 他在赌 他赌这场戏若是做成了 我会原谅他 可笑至极 突然便不想在这些烂事里纠缠 我还有论文没写 太阳没晒 哪有时间陪他筹谋算计呢 我该快刀斩乱麻了 下定决心 我告诉他 你结婚大礼 应该我来送 楚北坤婚礼当天 我穿着小裁缝设计的最新款战袍 前往婚宴酒店订那间最大的宴会厅时 酒店说宴会厅已经订出去了 是当地势力很大的两家办婚礼包了场 我说没关系 钱我给双倍 先按我说的准备着 他们这婚结不成 林哥在酒店看到我的那一刻 露出了挑衅的笑 他说废品大王的孙女又怎么样 到底是争不过他 冲旁边的人交代一会 把我的位置安排得靠前 要让我清楚地看着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我笑着点头 是得靠前一些 好戏马上开场 他不明所以地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楚北坤全程沉默不语 只是在见到我出现时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让我等着看他准备的大理俗套的流程走完 终于到了重头戏 等 灯光聚焦在台上 煽情的音乐响起 伴随着大荧幕上一针针心人幸福的过往 主持人缓缓开口 帅气的新郎 你愿意娶这位漂亮的小姐为妻吗 无论贫穷 富有 健康 或是疾病 林哥笑着搜寻我的目光 然而下一刻 他的笑便僵在了脸上 扬声器中 楚北坤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不愿意 他说 在场的亲朋好友 各界名流无不哗然 媒体的闪光灯快速闪动着 有沉不住气的记者开始发问 不过一句 为什么还没有问出口 大荧幕上便瞬间变了样子 原本的甜蜜过往 换成了一张张聊天记录 林哥的罪证 造谣诽谤的罪证 买通稿的转账记录 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 林哥瞬间傻了眼 大喊着 是我搞鬼 让他干爹快将我赶出去 比安保快一步的是警察 林哥干爹也变了脸 起身便拦在警察面前 他说 有什么话婚礼结束再说 警察却拿出了拘留证 丝毫不留情面 林哥不可置信地咆哮起来 大声喊着干爹做主 同样不可置信地还有楚北坤 他的大礼刚献了个开头 便被我打断了 我有些不耐烦地瞧着众人精彩分成的表情 只淡淡交代了爷爷的助理一句 不思了 请严惩 然后便坐在角落等待助理善后 林哥被戴上手铐的时双眼通红 大声骂我 仗势欺人 开始是谁仗势欺人 我根本不屑同他理论 只是在他经过我身边时 我笑着问他 婚礼难忘吗? 林哥干爹和楚北坤的爸爸并不是无名小卒 连因被破坏 按理说本不该善罢甘休 然而楚北坤爸爸竟然眼底有些许喜色 他或许认为我来破坏婚礼 是对楚北坤余情未了 而林哥的干爹更像是有了自己的考量 一双眼冒着算计的精光 表情最精彩的要数楚北坤 一双眼灼灼地盯着我 他说 昭昭 你听见了吗? 我刚刚说的是我不愿意 我本打算送你一份大礼 没想到是你先迈出了这一步 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狠心抛下我的 小裁缝在旁边紧张地看着我 来之前他便嘱咐我 万一楚北坤完什么骂儿子 我可千万别被感动了 要是真搅和到人家婚礼上 传出了绯闻 可是弄得自己一身骚 我苦笑一下 这么多年恋爱脑竟让身边人觉得我如此拎不清 给了小裁缝一个安抚的眼神 我才缓缓走上台去 楚北坤激动且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向我伸出了手 我目不斜视地越过他 接过主持人手中的话筒 麻烦工作人员收拾一下场地 我订了这个宴会厅给我的小竹马接风 二十分钟后宴会开始 说完看向呆愣在当场的楚北坤 楚先生既然婚礼取消了 可否行个方便提前下台退场呢? 楚北坤的身形明显地晃动两下 被伴郎拉了两把 跌跌撞撞地走了下去 看在废品大王的面子上 参加楚北坤婚宴的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 参加了我给小裁缝的接风宴 楚北坤并没有走 只是在角落里不停地喝酒 小裁缝倒是会戳人心窝子 新进设计鬼才 一点架子没有 到处端着酒杯跟人闲扯 他说 我们从生下俩就相识 爷爷们老交情 还给我们订了娃娃亲 可惜后来他家搬走了 但纵是如此 两个老爷子也没放弃这茬 这不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不远万里赶回来了 合适不合适地交往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反正有小时候的交情在 应该问题不大 众人一听 这小子有可能成为废品大王的亲人 瞬间便巴结起来 话说得十分好听 什么郎才女貌 天作之合 就差说早生贵子了 楚北坤干了杯中的酒 默默离场 当晚 我回到家时 他终于敲响了我的房门 喝得很多 有些狼狈 他说 朝朝 我本想趁着今天毁婚 彻底和楚家断了关系 再公开我和林哥的协议 彻底洗清你的污名 还有我妈妈 我知道他羞辱过你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我可以让他跟你道歉 可是朝朝 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机会呢 他有些激动 眼底的伤痛和悔恨 不似有假 他说 朝朝 我好累 我想抱抱你 那声音嘶哑 让我想起出租屋中深情的拥抱 然而我却没让他进门 纵使曾经爱意汹涌 却仍难敌如今信任崩塌 他扶着门框 想将门打开 小裁缝却从室内走了出来 哎呦 他调笑着看我姐姐以前 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我要抱你时 你都是直接出拳啊 楚北坤面对深夜出现在我家里的男人 瞬间冷了脸 像被侵占了领地的狮子 随时准备攻击 却被我拦在了门口 我说天晚了 我们要休息 不方便招待你 楚北坤把这门框的手倾筋抱起 小裁缝嬉笑着过来调侃 那个楚歌久仰大名哈 你放心 我俩就是奉爷爷之命 一个屋睡个觉 我俩都互相看不上 就是走个过场 哄老人开心 你放心哈 这话莫名熟悉 竟是楚北坤当时说来安抚我的话 小裁缝说着不怀好意的笑 还有楚哥哥老爷子在次卧和客厅安了监控了 我就只能和姐姐一张床了呀 放心 我中间放个枕头 尽量半夜不越界哈 你就忍一忍 为了姐姐 你没问题的吧 这些茶言茶语 小裁缝学到了精髓 楚北坤脸色越来越差 不过听完 竟然出乎意料地颓丧地松开了门框上的手 惩罚我吗 他问 小裁缝不耐烦地一把关上了门 哐当一声 楚北坤忧伤的脸便被隔在了门外 磨磨叽叽 像个娘们 耽误老子洗澡 我透过门径 楚北坤仍然站在门外 起初 我还时不时过去观望两眼 后来小裁缝一会洗澡忘带内衣 一会找不到沐浴录的 非说国内环境适应不了 一会儿要加湿器 一会儿要吸湿器 折腾了半宿 我再去看时 楚北坤已经不在了 来不及赶伤呢 小裁缝又喊他说 爷爷真安了 监控了 让我快点回屋 我信他个大头鬼 我拿枕头揍他 他滋着牙冲我乐 后来楚北坤又找到我 他说朝朝 不管是报复我 还是真的要和别人作戏 他都愿意等我 以前是他的错 他愿意拿出诚意挽回我 笑得明媚却不走心 我说好 那你等我呀 楚北坤眼中便有了光 我说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也不确定 可能是三天 两天 也可能是三年 两年 要是万一我和他日久生情 那也有可能是三十年 五十年 我看着楚北坤眼中的光 渐渐暗淡下去 整颗心便也跟着沉 便觉得自己好无趣 楚北坤倔强地看着我 像个执拗的孩子 他只说 你还爱着我 于是我便正了神色 我告诉他 那不重要 慢慢地就会不爱了 后来小裁缝问我 你到底怎么爱上那家伙的 脾气臭 自以为是 难道就因为他长得好看 那时 我们正翻建城中村的小路 我指着正在消失的小路 那条路上 他打跑了骂我的熊孩子 小裁缝痴笑一声 千 我出国之前他没来 那时候你可是自己动手打 怎么人家一来 你倒装柔弱了 说完他冲着弓头吼 哇 快点哇 把这条路给我平了 我站在面目全非的地方 有些恍惚 是啊 那天楚北坤若是不出现 打跑熊孩子的人会是我自己 如今 一场闹剧收场 那个为爱而收起锋芒的 自己该回来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前一段时间 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需要住院治疗 我住院期间 儿子出一万块钱 女儿出了两千块钱 出院后 我决定把一百五十万拆迁款 全部给女儿 我今年七十五岁 和老伴结婚十五年 我们共同育有一儿一女个孩子 婚后 我和老伴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主外我主内 我们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随着两个孩子越来越大 花钱的地方也多了很多 看着老伴每天早出晚归的做事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我便决定出去找份事做 替老伴减轻负担 可老伴死活不同意 因为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小 加上公公和婆婆的身体不太好 老伴担心我们俩都出去工作后 老人和孩子没人照顾 所以他死活不同意我出去做事 见老伴态度坚决 我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老人和孩子照顾好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虽然不好 但一家人每天都能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 我们都觉得很幸福 就这样过了十五年 在女儿上高一的时候 老伴一直咳嗽很厉害 我叫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为了省钱 他一直都不愿意去 而是在家附近的药店买了一点要吃 老伴咳嗽的症状时好时坏 但随着天气慢慢变冷 老伴咳得更加厉害了 特别是晚上 他几乎可通宵 但他一直强忍着 因为两个孩子读书需要钱 家里六口人全是他养活 他不敢乱花一分钱 后面实在顶不住了 他才去医院做检查 几天后 检查结果出来了 老伴确诊得了癌症晚期 得知这一结果 老伴沉默了半天 自知已经没有治疗的意义 老伴知道 如果继续治的话 到头来我们会人才两空 所以他主动放弃治疗 不管我们如何劝说 他都不为所动 为了缓解疼痛 我们给老伴开了一些止痛药 但因为每天都吃止痛药 没多久就开始抗药了 再吃已经没有了效果 老伴一直强忍着疼痛 他不断安慰我们 说他没事 可我们却看到他痛得满头大汗 他之所以强忍着 不承认自己很痛苦 其实无非就是 不想让我们担心和难过 就这样熬了两个月 老伴还是在痛苦中 离我们而去 老伴去世那年 我三十九岁 而女儿只有十五岁 儿子十三岁 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和年迈的公公和婆婆 我强忍丧腹之痛 努力说服自己 要坚强起来 亲戚劝说 我放弃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然后改嫁 毕竟我还那么年轻 以前的路还很长 联想到我们两个年幼的孩子 加上听说很多再婚家庭里 孩子的继父不会真心对待自己的继子继女后 我果断拒绝了亲戚的好意 我就断了再婚的念想 决定一个人不管再苦再累 也要把两个孩子拉着长大 同时给公公和婆婆养老送终 因为我想替老伴履行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婚后 我就没有出去工作过 我早已和社会脱轨 但为了年幼的孩子和老人 我只能硬着头皮出去找事做 只要能赚钱 什么脏活累活 我都愿意做 自从老伴走后 我们母子三人受尽了委屈和白眼 有人在背后议论 说是我克死老伴的 所以他们不仅不和我接触 就连孩子们的正常社交都被制止了 所以我们家的两个孩子 自从他们的父亲去世后 几乎没有朋友 大家都嫌弃他们 甚至还会当面取笑他们 排斥他们两个孩子 虽然觉得委屈 但他们从未表现出来 好在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听话 他们也都能理解和体谅我的不义 儿子性格活泼开朗 而且学习能力一直都名列前茅 所以从小他的学习成绩我都不用操心 高考结束后 儿子顺利考上了广州一所名牌大学 大学毕业后 应儿媳妇的父母的要求 我必须在城里给儿子首富 买了一套两居室房子和一辆代步车 否则这门亲事免谈 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还给儿媳妇的父母十五万财力钱 而女儿从小学习成绩就一直不好 她读完高中后就出去上班了 在工作期间 女儿认识了女婿 两人恋爱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儿子和女儿都成家立业了 可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却感到异常的孤独和很无奈 想着自己现在已经慢慢老了 很多时候都需要有人照顾 我想我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着长大 我心想去儿子家养老 也不为过吧 随后我和儿子打了个招呼 就去他家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儿子不仅对我不好 而且他还总是对我不冷不热的 儿子经常加班 每天早上起床 他洗漱完毕后 匆忙和我打声招呼 就离开家了 我做好的早餐到最后 只有我一个人自己吃 晚上儿子回来时 我早已躺下睡觉了 我知道儿子这是故意夺我 而儿媳妇对我也好不到哪去 他对我更冷淡 甚至他还给我脸色看 我做的饭菜总不合他的胃口 不是咸了就是淡了 总之就是我做的饭菜不好吃 而媳妇宁可点外卖吃 都不会尝一下我做的饭菜 最后剩饭剩菜我只能留到第二天自己吃 我过来儿子家才三天 儿媳妇就找借口带着孙女回了自己的娘家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又在儿子家多待了几天 可几天下来 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儿子家并不受欢迎 于是便自己订车票坐车回到了乡下老家 谁知回老家后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 只有女儿陪着我 女儿总是给我带来 她在婆家自己种的蔬菜和自己养的鸡 自己给我买水果吃 女儿对我很好 但我还是控制不住想儿子 每次很想念儿子的时候 我就会给儿子打电话 可儿子总是说他工作很忙 他真的抽不出时间来探望我 我电话打多了 儿子就随意给我打点零钱 就当打发我了 也许是我电话打多了 不久后的一天 儿子突然给我买了一部新手机 我非常高兴 儿子告诉我 他给我买的那部手机是最新潮的手机 而且还非常贵 那部手机儿子花了四千块钱多 因为他担心 我想他打视频电话时 我看不清 所以他就给我买了新手机 然而 让人意外的是 儿子给我买的新手机 我才用了几天就坏了 我担心儿子知道后会生气 所以就急忙把新手机拿去维修不修 谁知修手机的人检测手机后跟我说 儿子给我买的新手机是山寨机 这部手机根本激花不了几个钱 而且很容易坏 听了修手机的人的一番话后 我心痛不已 想着自己寒心如苦养大的儿子 长大后又出息了 却这样对自己的母亲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段时间我天天失眠 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记得有一次过年 儿子回来看我 还把孙女带回来了 期间孙女告诉我 前几天她爸爸给她的外公和外婆每人买了一套衣服 花了几万块钱 我听到孙女的一番话后 心里难过极了 儿子给她的岳父岳母买衣服 她都舍得花好几万 而她给自己的母亲却买一部破手机 她还在我面前 吹她给我买的新手机有多好 想想都觉得 她这样做实在让人心寒 今年年初 我生了一场 并需要住院了治疗 在我住院期间 女儿天天都来医院照顾我 陪伴在我身边 女婿在外面打工 每个月也挣不了几分钱 加上他们有两个孩子 所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可女儿却给我两千块钱 儿子听说我住院了 她只出现过一次 然后给了我一万块钱 儿子甚至告诉我 因为他们公司最近没有什么业务 所以导致他的收入急剧下降 儿子意味深长地告诉我 他给我的这笔钱 其实是他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他叫我省着花 几天后 我需要做手术 可医生说费用大概要花十万块钱左右 那么多医疗费 可儿子却只给我一万块钱 我不知道能够干什么呢 我算是看透了 这个儿子养不熟 而且还特别自私 更不懂感恩 突然我觉得自己那么多年来很愧对女儿 因为女儿结婚的时候 我硬是跟女婿要了二十万彩钱 而那彩礼钱我都给了儿子 儿子拿到钱后立马换了一辆新车 而女儿因为彩礼钱 有一部分是女婿借来的 所以婚后两人一直在努力赚钱还债 为了早日还完债 女儿和女婿一直省吃减用 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洗得变色了 都舍不得买新的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件衣服 我这辈子亏欠女儿实在太多了 这么多年 都是女儿陪在我的身边 都是女儿在付出 我实在亏欠她 而且这次住院的手术费用 还是女婿和女儿用尽一切办法 跟朋友和亲戚借财 借来这十万块钱 为了还钱 女儿和女婿决定外出打工 也是在这个时候 家里的老房子 因为扩建公路而被征收 拆迁款一共得了一百五十万 以及两套房子 出院后静养了一段时间 我的身体也恢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 我决定把所有拆迁款 和一套小点的房子 全部都给女儿收到 丰生的儿子和儿媳妇知道后 很生气 他们拼命阻拦 奈何我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坚硬得不行 儿子和儿媳妇就采用软的方式 对我 他们隔三差五就带着孙女回来看我 对我也突然大方了起来 他们给我买东西不再抠抠搜搜的了 可接过他们的东西后 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也许是之前对儿子太过于失望了 女儿主动把拆迁款的大部分拿出来 她让我把钱交给儿子和儿媳妇 因为她不想因为 钱的事让我和儿子儿媳妇产生隔阂 我并没有听从女儿和女婿的劝阻 因为我知道 这么多年来谁 对我才是真心实意的好 我不想女儿和女婿再受委屈 所以我断然拒绝了女儿和女婿的好意 自从老房子被拆迁后 我的手头宽裕了很多 我想我算是熬出了头 至于儿子和儿媳妇 他们怎么想 我不想知道 我只想下半生在女儿和女婿的照顾下 活得开心一点 毕竟我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 该为自己而活一次了 朋友们 你们说我这样做对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反击熊孩子 熊孩子掀了我妹的裙子 还用烧烤牵扎她的腿 嘴里嚷嚷 我是未成年 杀人不犯法 我一脚把她踩在地上 巧了吗 不是 我是精神病 杀人也不犯法 医生说我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 其实我也不太懂那个人踩我妹一脚还骂人 我怎么就不能砍死她了 在精神病院治疗五年 院长和主治医生轮番对我进行一对一指导 教我怎么出院 院长说 你还不出院 我就要住院了 我拉她的手 我还挺舍不得这里的 炖肉嘎嘎香 院长破口大骂 放屁 你来第一天说 没肉吃 提刀追着厨师赶了三个圈 现在哪个厨师赶来咱们医院做饭 这批人 我还是从隔壁市里招来的 还是我的主治医生懂我 你还不回去 你妹妹都等着急了 我还有个妹妹 她今天特意来接我 电视里说 女孩子读书容易被欺凌 我得去保护她 回去的路上坐地铁 把我买的包子都挤扁了 我气得又要抽刀 结果从兜里抽出张纸条 正面写着杀人犯法 反面写着坐牢了 妹妹没人照顾 我低头看了眼面前的妹妹 两个长长麻花辫 她正好也抬头看我 眼睛弯弯 里面似有星星 哥哥别怕 一会儿就到了 我想起来 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阴郁没朋友 有时候 还会被别的小孩丢泥巴 说我是怪物 妹妹总是插着腰把他们骂走 转身给我一包糖 哥哥别怕 我保护你 我钻紧纸条 摸摸她的头 嗯 哥哥不怕 视线却落到她身后 一个脸上流油的猥琐男 贼眉鼠眼 神乱飘 假装不经意地挤到妹妹身后 我护住妹妹 一只腿往前伸 恶心的爪子趁人不注意往里探 摸到了我滑溜溜的股四头肌和腿毛 她抓了两把 感觉不对 慢慢抬头和我四目相对 我微笑 爽吗 她瞳孔地震 跟个尖叫 击成精似得的霸 变态变态 还会喊变态 我听得耳膜直颤 想要捏爆她的喉咙 低头看了眼妹妹 最终把一坨形状奇特的包子塞到她嘴里 我是好哥哥 不能下妹妹 本来这事就一小插曲 没想到这么有缘 回去后 我又和那狗仔子遇上了 我妹在镇上初中读书 周一到周五住校 我去镇上买点生活用品 经过一条小巷 忽然一人从背后狠狠拍了下我的脑袋 我猝不及防往前栽了好几步 一回头 正是那满脸流油得猥琐难 身后还跟着三四个神色不善的男人 美人手上拿了把砍刀 吴哥 我上次跟你说的死变态就是他 没想到又被我们遇上了 被称为吴哥的 俨然是头头吐了烟 脚尖碾了几下 妈的 干他压的 最恨这些变态了 真他妈恶心 我警惕地望着他们 故意捂住自己的钱包 你们干什么 我可没钱 猥琐难上前一把抢过钱包 翻了半天 抵朝天抖了几下 才掉出一个硬币 他捏住硬币把玩几下揣兜里 穷成你这样的也算是个人才了 这他妈比我脸还干净 放屁 你那满脸珠 有我钱包干净吗 我眨巴了眨巴大眼睛 确保自己的表情 人畜无害 我说了没钱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吴哥大手一挥 微微低着头 耿着脖子 跟个智障似的 西瓜刀横在路中央 我说 让你走了吗 哦 这人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吐了 我假装慌张指着监控 你们可别乱来 这里有监控 猥琐难嘿嘿一笑 你小子别想唬人 没想到这里监控早坏了 什么有着好事早说 嘿嘿 我瞬间来了精神 搓搓手 嘿嘿 是兄弟就来砍我 也许是我神色太嚣张 吴哥恼羞成怒 招呼一声 几人蜂拥而上 我更兴奋了 我正当防卫哈 他的刀冲着我的手来的 标准的混混打法 看似凶狠 实则不致命 这兄弟 杭家 我伸手挡了下 灵活躲过前面的吴哥几步 冲到后面 一脚踹翻猥琐难 抢了他手里的刀 这人一看就是平常纵欲过度 跟个软脚下似的 一下就到 我一脚踩住他手指 上次让你跑了 还敢来老子面前凑 怎么样 腿好摸吗 给你摸个够好不好 一刀下去 血花绽开 我的血液都要沸腾了 刷刷刷 连砍三刀 血溅到我脚尖 我开始站立 兴奋地不行 惨叫声连绵不绝 真是悦耳 我愉悦地吹了下口哨 蹲下来抹了点血液 舔了舔 用刀轻轻地把他手指割开 真是漂亮 来 就用这个手摸 我给你摸 好不好 吴哥傻眼了 两眼充血 死变态 老子杀了你 我缓缓转头 因侧侧盯着他 嘴角还挂着诡异的微笑 面对迎面落下的砍刀 我不闪不躲 只是拿刀正对他的头而去 这就像两辆车开足马力对撞 谁耸谁死 我草 你他妈来真的 关键时刻吴哥耸了 偏了头 躲了刀 我一刀空头 却被刀柄砸了个正着 我没放弃 再接再厉 争取这一刀 一定砍个好头 他这才反应过来 丢了刀掉头就跑 你他妈没说变态 是这种变态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又折回来 连拉带拽把躺地上的猥琐男也拖走了 还挺讲义气 这怎么行 我提刀就追 不得不说 在生死面前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我拿着刀追了三条街 愣是没追上 刚准备坐在台阶上喘口气 忽然出来几个人把我给摁住了 我这才看清 那几个狗仔子竟然跑到派出所去了 吴哥见到我大喊 警察 救命啊 有人变态杀人狂要杀我 我瞬间无语 你赌人还报警 有没有一点职业精神 你瞅瞅 自己有出西部 你还有脸在这一带 混不为所难浑身流血 翻着白眼被我一瞪 终于晕了过去 众人手忙脚乱 像拖死狗一样 拖上车送医院去了 几个警察围住我 老实点 杀人杀到派出所来了 你挺嚣张哈 我双手一摊 我什么时候杀人了 有证据吗 别乱说 我就是跑会部锻炼锻炼警察 你呀当我瞎呢 你的刀都在滴血 你跟我说跑步 我路上捡的 准备回家开个瓜洗洗还能用 下一秒显示屏打开附近的监控调出 一直回溯到刚才的巷子 我拿着刀砍人的画面分外清晰 正是我头顶的监控 连我的表情都拍得清清楚楚 草 草帅了 我望向吴哥 恨铁不成钢 你不是说监控坏了吗 踩个点都踩不明白 就你这业务能力 你说你能干点啥 前因后果很是明了 警察选择各打二十大板 把我们一起教训了一顿 一天不干正式拿个刀 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呢 还有你的礼不饶人 拿了刀就要砍人砸砸地 不杀个人不罢休是吧 这是法治社会知道吗 我诚恳地回答 不是 我想把他们都杀了才罢休 警察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吴哥顿时不干了 警察 你看看 小飞现在还躺在医院 不省人事呢 他这是故意杀人 他都承认了 我吃笑你呀 懂不懂法 你们带的刀 我杀哪门子人 这时候 一个小警员匆匆跑进来 郭队留小飞艳伤结果出来了 几人瞬间围上去 结果怎么样 警员顿了顿 望了我一眼 一言难尽 吴哥一个亮呛如丧考笔嚎啕大哭 难道没抢就回来 小飞哥 对不起 你不是已经醒过来了 结果是 轻微伤哭声戛然而止 什么 郭队一把抢过艳伤报告 全身十三处伤口 鉴定结果为轻微伤 你挺厉害呀 我嘿嘿 谦虚 还行还行 轻微伤刚好不够行 笑死 不会以为我们犯罪分子 不看新闻的吧 我倒是想直接杀了他 可惜这个社会对我们反社会人士不太友好 警察叔叔 那我可以走了吗 你涉嫌打架斗殴 按要求是应该拘留 考虑到你正当防卫情节成立 为造成严重后果 来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吴哥傻眼了 什么正当防卫 他明明要杀人 我说实话 作为一个在法律边缘游走的人 法盲到这个程度 我都替你脸红 走完了手续 郭队语重心肠的嘱咐 现在是法治社会 回去后少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不要动不动喊打喊杀的 我表情无比纯良好的警察叔叔知道了 又在郭队转身的瞬间叫住他 警察叔叔 我要报案 我被抢劫了 我调出刚才的监控 画面停在猥琐难捏住我硬币揣兜里的瞬间 我被团伙持刀抢劫了 这就是证据 吴哥不敢置信 就他妈一个刚报 嘿嘿 想不到一块钱也算抢劫 警察沉吟一下 如果你执意要追究的话 按照规定 我们应该受理 旁边年轻的警员没忍住扑斥一笑 又连忙捂住 对着我们连练摆手 不好意思 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一般情况不会笑的 旁边抽着烟 拿着手机摸鱼的老警员 就大方多了 嘿嘿一笑 拍着吴哥的肩膀 哥们 也不都是坏消息 你还破了记录了 破了我们抢劫金额最小记录 吴哥等人还一脸呆若目击 他怎么也想不到 刚刚还被人拿着刀追着砍 怎么到了派出所 就变成自己喜提饮手镯了 试了扶衣去 深藏宫语名 我满意走出 又被一个声音叫住 等等 我刚刚查了他的档案 他还不能走 坐在电脑前最不起眼的小警员站起来 我刚刚听到他说要杀人 就查了他的档案 他之前在精神病院治疗 我怀疑他是跑出来的 我默默脱下外套 露出里面广告衫 上面写着是精神卫生中心 出院留念 又掏出一个红色小本 警察叔叔别乱说 我可是合法出院小警员 坚持 我刚才听到他说想把所有人都杀了 结合他的行为 我怀疑他没有达到出院要求 警察很快给医院打了电话 我们怀疑此人无法达到出院标准 请你马上安排人过来 给他做个心理评估 挂断前 我听到院长亲切地嘀咕 你才不能出院 你全家都不能出院 医院挺远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 我的主治医生才到 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王医生 我怪想你的嘞 他熟练躲避 一脸嫌弃 我可不想你 自从你出院后 我精神状态好多了 听完了前因后果 他望着吴歌恨铁不成钢 你压惹他干什么 他住院五年 背完了刑法和解剖学 自己手绘了一百多张人体结构图 写了一本小说 名为《完美杀人手法》 来医院第一天 追着厨师砍了三圈 就因为没吃到肉 正义小警员惊呼 就这样还能出院 医生推了推眼镜 理直气壮 怎么不能出院了 你们看他精神状态 难道不稳定吗 怎么 你怀疑我的能力 郭队指了指我 还请你给他重新做个心理评估 我怀疑他没有达到出院标准 医生打开电脑 调出试题 和我对视一眼 我熟练地开始做题 用医生和院长教我的方法 几乎不需要思考 直接选择与人发生争执 你第一反应 想怎么做 第一反应 当然是砍死他了 但是医生说了 做这个题目 必须要反着 来选我最不想选的答案 于是我选择与人为善 不予计较 用这个方法 我很快就做完了题目 结果显示 我情绪稳定 把与人为善 当作人生准则 是一个温柔有礼的好公民 医生看着结果甚是满意 你看看 怎么不能出院了 我看能 非常能好了 我爹正在娶媳妇 没什么事 我走了 耗了一整天 等我出来的时候 都已经是下午了 今天妹妹回来 我开心地去菜市场买了只鸡 给她炖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回来半路上一个小孩 拿着个玩具枪围着我跑跑跳跳丢丢 我是警察 打坏蛋咯 打死大坏蛋 玩具枪晃晃悠悠好几次差点打到我 让我烦不胜烦 见我不搭理她 她更加变本加厉 砰的一声 腿上刺痛 橡胶子弹滚落在地上 小孩欢呼 哇哦 打到大坏蛋了 我是警察 我是大英雄 我终于停下来 笑咪咪地问 大英雄 你爸妈呢 小孩 我爸妈在茶馆打牌呢 说赢钱了 给我吃大鸡腿 我反手两个大逼兜 爸妈不在 还TM这么嚣张 把你的枪给我 不然我打死你 身后爆发出震天豪哭 我拿着枪 心情十分愉悦 扑扑 打坏蛋了 可我回家看到妹妹的那一刻 表情瞬间僵住 记忆中 妹妹永远是温柔阳光的模样 一双麻花便 像绸缎一样顺滑 脸上永远是最明媚的笑容 每一次我情绪失控的时候 周围所有人对我无比恐惧 只有妹妹会坚定地握住我的手 她掌心的温度会若有若无地拂过我心间 让我变得平静 可她今天 头发被扯得乱蓬蓬的 上面还有明显的水渍 额前碎发成了一灸 蓝白笑服也脏兮兮的 身上还有几个脚印 我胸间怒气翻腾 语气异常平静 是谁 她紧张看我一眼 赶紧跑过来 像小时候那样握住我的手 没事的 哥哥见我没什么表情 又故作轻松地笑 我也没吃亏 我给了他们一人一口使为拖把 哈哈 你是没看到他们的表情 笑死我了 哥哥我厉害吧 他们很好 还不止一个 我揉揉妹妹的头发 轻轻地笑 是吗 那也太厉害了 妹妹吃了鸡肉 夸张地瞪大眼睛 这比餐馆做得还好吃 爷哥哥也太厉害了 一整个周末 妹妹都黏着我 哥哥陪我做作业 哥哥我想吃你做的排骨 哥哥老实说 要把我的作文 推荐到市里 去参赛呢 我厉害吧 哥哥 美术课要教手工作业 你以前教我做的麻尾草小兔子 我不记得了 你快教教我 我总是笑咪咪地回答 好 我陪着妹妹 过完了我这五年来 最愉快的一个周末 我知道这小丫头 是故意粘着我的 小心翼翼 让我感觉被需要着 这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女孩子呢 这样的女孩是我的妹妹 你说我该有多幸运 这样好的妹妹竟然有人欺负她 你说那些人该不该死 我还没找她们 她们倒是找上门来了 周六傍晚 我在房间里给妹妹炖排骨 妹妹在院子里拿着语文书摇头晃脑的背骨文 几声狗吠 我抬头往窗子里一看 是乡下的土狗 黄黑相见 后面跟着几个学生模样的小男生 手里拿着一把烧烤 为首的男孩忽然猥琐一笑 掏出一盒鞭炮 趁她不注意丢在她身上 她 我妹尖叫着摔在地上 我疼得放下排骨 拿了菜刀往外走 那小畜生笑嘻嘻跑过去 掀了我妹的裙子 哟 大母牛穿粉色勾引谁呢 这么不要脸 我妹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不是尖叫 而是紧张地朝里面望了一眼 看到我出来 白了脸色 推了把那小畜生 我今天没功夫和你扯 你们快走 她的行为 反倒是激起那几人的兴趣 咋了 家里藏野男人了 怕人看见我妹焦急 又推了她一把 我说真的快走 没想到 却引得那小畜生暴怒 反手一把烧烤签子 朝我妹扎来 C.O.你他妈推谁呢 此时我离外面的院子只差一个门槛 我怒极大 呵 干什么 那小畜生下得手一抖 几根签子掉下来 油字蹭了我妹一身 铁签炸到她腿上 我跳起来 飞起一脚 把她踢出去鸡米远 那土狗最先反应过来 对我丰沸 我拿着菜刀 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杀了她 我也是这么做的 拿着菜刀踩住头 对着脖子不偏不倚 我确信 这一刀下去 就能让她伸手分离 让这个小畜生家里提前吃席 让她去死 关键时刻 我妹拉住了我 满眼哀求 其他几个人都被吓傻了 白着脸一溜烟跑没影 那小畜生也刚刚反应过来 耿着脖子大喊 还真有个野男人 你他妈有种就杀了我 还有这种要求 不满足她都对不起我自己 我妹妹却死死拉着我的刀 说哥哥不要 脚下的小畜生开始疯狂挣扎 红着眼怒吼 汪熙月 你果然是个小贱种 拒绝了我 却在家里藏野男人 好言难劝 该死的鬼 这下谁都就不了你了 我回头对妹妹轻声说 乖 去屋里等哥哥 排骨还没焯水 去帮我把排骨放到锅里去 妹妹闻言沉默一瞬 乖乖跑进去了 不一会儿 她又出来了 手里拿着根断掉的扫帚 把地到我手里 哥哥 用这个打一顿就行了 为他不值得 你忘了医生怎么说了吗 我以后可以考大学 考研赚很多钱 我们都不要为垃圾断送了未来 我终于把菜刀丢在地上 小畜生见这一幕欣喜若狂 以为机会来了 你敢打我 我一定要杀了你 我抬脚踢在他嘴上 为了他一口泥 你这嘴巴是吃屎长大的 这么臭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和成年人的力气差距悬殊 这小畜生也是执着 被我打了十几棍子 趴在地上又爬起来往前冲 我愿敬他为平头哥 开心地又给他一棍 在我要给他二十三棍的时候 伴随一声犬吠 忽然一个黑影把我扑到地上 农村里的土狗精壮得很 脚尖又有灵性 凶狠地咬住我的肩膀不松口 小畜生眼前一亮 肿着嘴喊大黄 赶我咬死他 说着趁此机会一个发痕 捡起地上的烧烤 牵扎到我身上 一脸很近 我是未成年 杀人不犯法 我挣扎了一下肩膀 剧痛传来 这种土狗平常 在村里打架打惯了 都是发很不松口的种 我试了几次都不好发力 余光忽然看见地上的菜刀 我忍着剧痛抓住 用尽全身的力气砍下去 一声凄惨的哑叫 斜洒了我一脸土狗肚子 被我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就算是这样 这狗也没松口 去死吧 我转头 见到几根铁签正朝我的眼睛狠狠扎来 身体被土狗死死压住 一时间已经躲避不及 关键时刻 我妹拿着把锅铲出现在他身后 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敲在他头上 他猝不及防 被打偏了方向 铁签在我脸上滑出一道血痕 小畜生猛了一瞬 回头正要开骂 天降锅铲如雨点 一般朝他头砸下 只见我妹两手握着锅铲 紧闭着眼 紧张得要死 却丝毫不耽误手上动作 如敲榔头一般 砰砰砰打个不停 让你伤害我哥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 我扑吃一笑 这丫头 一时间小畜生被打得晕头转向 我也得以喘息 反手一刀割了死狗的脖子 硬生生把狗嘴掰开 土狗乌叶几声 在地上抽搐几下 我走过去拉开我妹 推进屋里 然后一脚踩在小畜生头上 裂开嘴 巧了吗? 这不是 我是精神病 杀人也不犯法 那小畜生仿佛才清醒过来 看到我一身染血 脸上的血迹滴滴答答落到地上 一副厉鬼索命的模样 一枪孤勇忽然散去 眼神惊惧 终于开始绝望 你不能杀我 我叔叔是黑社会老大 你敢杀我 他一定会杀了你全家 我气定神闲蹲下来 现在害怕 晚了 你知道我要怎么杀你吗? 说着 我当着他的面 把狗头割下来 割不断的地方 就砰一刀剁开 狗头咕噜滚到他眼前 一个孩子哪见过这个场面 怪叫一声 下身一滩有色液体渗出来 我人头比狗头难剁 只怕要两刀 我又刺了一声 把狗肚子划开 一堆马赛克散落一地 我渐渐感觉脚底下的人不挣扎了 眼神迟滞 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对我的话也没什么反应 这怎么够? 我抓住他脖子 把他的头摁到狗肚子里 小母牛这么小 眼里就只有雌性 身上两坨肉 看来是兽性还未开化 来看看这母狗肚子里有你想要的刺激吗? 小畜生眼彻底直了 对什么都没反应 浑身都成筛子 我没再打他 而是把他鞭炮掏出来 一根一根扎在他裤腰带上 引线缠到一起点燃 喜欢放鞭炮 来给你放好不好? 来 让我看看什么是T&B连环响炮 一时间 院子里霹里啪啦冒着白烟 院子外响起震天嚎哭 我的儿啊 跑掉的几个孩子 喊了家长过来 女的还在门口嚎哭 难带了工具的怒吼一声 狼头朝我砸来 我还是那个打法 你砸我脑袋 我砍你头 公平 结果都一样 一个回合后 男人仓皇躲开 都着手不敢上前 在那无能狂怒 你等着 我要弄死你 说着开始打电话 恶狠狠让对方多带几个人来 看来是小畜生口中那个黑社会老大叔叔 结果电话里越说 脸色越难看 到最后 颓然挂了 女的连忙抓住手机 怎么样 小飞什么时候来 男人白着脸 小飞出事了 被人砍了几刀 现在还在医院 吴哥他们也犯了事进去了 嗯 这名字有点耳熟 地方小就是好 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 我好心地提醒他 你们说的不会是刘小飞吧 他现在在人民医院呢 男人 你怎么知道听一鹅传鹅是多么的可怕 一个猥琐男 一个小混混 到别人嘴里成了黑社会老大 我咧嘴一笑 我砍得吴哥现在也在吃公家饭 这几人就算了 有别的人就赶紧摇 一个是杀 两个也是杀 女人 惊呼 这样你都没坐牢 我学着他儿子的口吻 精神病杀人又不犯法 这男人倒是拎得轻的 见此走上前扶起小畜生 按着他 对着我深深居了一躬 对不起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现在我家李明瑜也受到惩罚 您大人有大量放过 我们需要多少赔偿 您说 我跟我说什么 又不是我被欺负了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转身向我妹道歉 我没阻止 慢慢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着小畜生吗 他跑到家里来 掀了我妹的裙子 我转头往外面跑 调的几个小孩和家长都来了 还有你们几个 我妹在学校被欺负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追究也可以 自己做了什么 写出来当众念 要不然 我天天晚上去你们家敲门 外面几人没想到看热闹 看到自己身上 一时间面面相去 我突然变了脸色 立鹤 写不写谢谢 一个小时后 几人哭丧着脸 磕磕巴巴念检讨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这才知道 这几个小畜生 平时都做了什么 真是狗见狗都摇头 在学校抽烟 嚼冰榔都是小事 把人堵到厕所里烫烟头 拳打脚踢 为拖把水在人杯子里吐口水 往同学床上本子上写 同学黄瑶仙女同学裙子 扯女同学内衣袋 把女同学卫生巾 当众丢到教室里 害得人满裤子血 瓜田里的瓜还没熟 他们几人一拳一个拳 砸碎了别人池塘里养的鱼 他们用泥巴围了个小水坑 一瓶农药下去 以为只毒死小水坑的小鱼苗 结果一池塘鱼全死了 他们还互相推脱责任 都说是对方怂恿自己干的 到后面争论起来十分精彩 好啊 原来我家的瓜 就是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给祸祸的 老子打死你 还有我家的鱼 去年我赔了几千块 差点被老婆骂死 原来是你们几个搞的鬼 赔钱还以为是变态杀人 搞半天 人家是替天行道做好事啊 一时间对我的恐惧不见了 全是声讨他们几家的声音 好几个人为了赔偿和他们吵起来了 我妹拿了根湿毛巾出来 帮我轻轻把脸上手上的血迹擦干净 小声说 哥哥 我们一起去医院吧 我偏头一看 肩膀上还在往外渗血 清了清嗓子 你们狗还咬了我 赔钱 我就算了 只有一个要求 这几个人到学校把这些当众再念一遍 众人好人哪 人家都不要钱 只要公道 笑话 收了钱还怎么好意思报复 呵呵 不会以为就这么算了吧 留他们几个扯皮 我和妹妹动身去了医院 期间我柔声问她怕不怕哥哥 妹妹一笑 不怕 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想到离开时那一家人愤恨的眼神 我知道事情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果不其然 风波过去的第二天 所有人的目光被另外一则新闻吸引 三好学生汪希悦 家里住了个精神病 瞧瞧 这话说的 多有艺术感 没说什么关系 只说住在家里这些人多少是有些公关天赋在身上的 知道压下热点的方式是制造一个更大的热点 熊孩子常有 而精神病不常见 何况跟精神病扯上关系的还是公认的好学生 哪怕妹妹第一时间在学校澄清 还是有人对她指着点点 以前上赶着请妹妹讲题目的同学们 现在见到她都会绕道走躲远点 谁知道精神病会不会传染 就是突然发狂怎么办 不知道会不会咬人 爱这么好的孩子摊上这么个精神病 造孽幼 对此我很懊恼 没想到回来之后没能保护好妹妹 反倒成为了妹妹的污点 倒是妹妹看得很开 反过来安慰我 只能用这个攻击我 说明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无懈可击了 第一没用的人造黄瑶 第二 没用的人攻击家人 哥哥放心 我没再怕她 很好 不愧是我妹妹 那我就放心报仇去了 我打听清楚了 是谁散播我妹的谣言 出主意的是小畜生的爸妈在学校传播的是那几个小兔崽子 我去校门口采点遵守 那几个小兔崽子写检讨的时候痛哭流涕地忏悔 这还没几天又开始作妖了 到校门口一脚把一排的自行车全踢倒了 嘻嘻哈哈 看到长得漂亮的女孩子突然用力撞上去 又故意后退几步 大声嚷嚷 什么凶器把我弹飞了 然后在女孩羞愤的眼神中放肆大笑 一脚把流浪猫踢到墙上 用打火机点猫毛绑起来拖在自行车后面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在校门口找了个帮厨的差事 专门给人处理食材 什么猪蹄、牛蹄、羊头、狗头 用喷灯火把上面的毛烧干净 我把在袈裟的那坨狗头清理干净 火烧过之后 狗头变得漆黑 刺着牙 十分猙獰 和小猫尸体一起用漂亮的袋子密封起来 寄个蝴蝶结 花了一百块钱 让人放到他们书包里去 每天换一个人有份 这几天放学果然收敛了许多 狗狗碎碎东张西望 那几个小兔崽子一出现 我就开始砰砰砰剁狗头 然后打开喷灯火撩在狗头上 把上面的毛烧得干干净净 每剁一刀 那几个小兔崽子就浑身颤抖一下 当我把狗头烧得漆黑 只能看见一双空洞的眼睛时 我就看到他们两条腿各走各的了 我还隔三差五给他们送点小礼物 开了肚子的扇鱼 扒下来的青蛙皮 翻着白眼的丫头 断了头的甲鱼 他们好像很喜欢我的礼物 高兴地都哭了 持续一个星期 终于全部哭着进了医院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我的病友 折磨完了小的 还有那对男女在他家附近转了几天 我才发现那小畜生从小变态耍流氓 还真不是无师自通 男人天天一脸猥琐 见到一个雌性就讲有色笑话 连八十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 见到路边停着一辆车 就往人车壁鼓 行车记录仪上塞口香糖 女的天天到茶馆打牌 输了钱就在门口撒泼 谁要是推她一下 立马躺地上要钱 我潜入他们家里 躲在卧室的床下 别说这两夫妻还挺注重健康 半夜三更都在运动 眼看这叫声明显后劲不足 我在床下干着急 于是我偷偷爬出来 热心地说 兄弟 你这有点慢哪 我来助你 说着 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用尽全身力气 啪的一声 拍在男人屁股上 啊 女人瞳孔地震 疯狂尖叫 应该是爽到了 嗯 我真是乐于助人的好公民 男人就比较惨了 猝不及防摔下床 对着我怒骂我 Sia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我一脸真挚 是啊 你不是知道吗 男人脸色变了一下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上门来 也不墨迹 果断打电话报警 警察叔叔很快把我带去问话 还请我喝了三天茶 第四天 我又出现在他家 男的不在家 女的正领着一个男人往家里走 看来那天晚上对男人伤害有点大 女人要另谋出路了 作为正义的群众 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于是我立刻拨打了警察叔叔电话 你好 我要举报有人卖淫嫖娼 好巧不巧 当天那男人也被抓了嫖娼美其名曰找人刺激 结果二人深夜在警察局双双相遇 情人相见分外眼红 都激动地抱在地上打滚 就是有点太激烈了 男人破了嘴巴 女人清了眼角 二人一脸鼻青脸肿 回到家的时候 我正坐在他家大门口 悠哉的嗑瓜子 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 嗨 你说巧不巧我又来了 男的鬼叫我 草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从警察局一出来 我就找你们来了 你说这感情深不深 男的似乎明白过来 双目圆瞪 是你是我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是啊 你都问了两次了 这很难记吗 男的一脸无奈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放过我们 我真的怕了你了 我走过去拍他肩膀 瞧 这话说得多难听 要不是我 你能发现自己头上的青青草原吗 你应该感谢我 男的扯嘴 我谢谢你啊 女的也加入战斗 你信不信我又报警 我无所谓 报呗 报了我过几天再来 男人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 我 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吗 不请我进去喝杯茶 他们艰难地挪开 我进去率先坐下 招呼他们来 你们也坐 都跟自己家里似的 别跟我客气 男的还算冷静 给我倒了杯茶 率先说 如果你找我们 是因为你妹妹的事 那你找错人了 这是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我点点头 我相信你 男的喜出望外 真的 我一脚踹在他脸上 男人脸色铁青 你不是说相信我吗 我微笑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咋还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男人恼羞成怒 抄起凳子 妈的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这回换我喜出望外 掏出我心爱的小菜刀 来来来 等这一刻 我等得太久了 男人呆愣 默默放下凳子 见此 我亲切地笑笑 都说不打不相识 我们这也算是缘分了 来来 都坐下倒杯茶 两人颤颤巍巍的 倒了茶就要喝一口压压惊 我一刀 披在桌子上 我让你们喝了吗 二人吓得一个机灵 又不敢动了 我又微笑 开个玩笑 喝吧 喝吧 二人刚喝一口 我突然掀了桌子 茶水四溅 让你喝你就喝 女人顿时尖叫 我受 不 神经病哀 我亲切回答 不是说我神经病吗 病给你们看看 不是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走 我气定神闲地喝茶 指着两人急什么 茶都喝了 不请我吃顿饭 你别垮个逼脸 赶紧做饭去 你杀个鸡去 当着你儿子的面纱 他最爱看这个 做饭期间 我出乎意料地 没再为难他们 而是捣咕重要的事情去了 一个小时之后 四个人围在桌前 他们一家人和我男人 准备率先开吃 我一巴掌打落他筷子 吃饭也没个仪式感 去放个电视 男人忍了又忍 去打开电视 电视一打开就放出不可描述的声音 正是嫖娼那天拍的视频 男的冒了青筋 C要你妈的臭娘们 女的尖叫着就要去关店时 我真觉得她只怕是个吐蕃蜀精 哐当 菜刀披在桌上 食不言寝不渝 懂吗 吵吵闹闹 还吃哪门子饭 二人开始男模女类 我又一刀下去吃 女人不死心 哀求关了孩子 还在对孩子不好 我一巴掌把她拍在地上 都知道先裙子了 怎么不好了 要不是你们没进行性教育 好好的孩子能变成个小流氓 我这是给你们补上 都给老子认真看 然后指着小孩看了 给我写个一万字心得 我明天检查 吃了三分钟 女人叫声实在是太激动 男人终于忍不了了 猛地抓住女人头发往后扯 左右开攻击耳光 边打边骂 臭婊子 烂货 垃圾 我让你偷人让你偷 女人也反应过来 尖叫着扣她眼珠子 你敢打我 你自己他妈当里掉个葡萄干 找鸡人家都不要 你有脸打我 男人女人同时暴怒 撕打成一团 你揪我头发 我摇你耳朵 真是赏心悦目 只可惜一大桌子菜没保住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端着一盘鸡坐沙发上看戏 酒足饭饱后 我亲切拉着男人的手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业 我就不过了 明天来你家吃早饭哈 男人哭了 你能不来吗 我不能 就这样 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两口子每天都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盛情难缺啊 第一天 我带他们重温了视频 富有感情地朗读了小孩写的学习心得 不说这小孩有天赋 笼共写了不足一千字 还写了八行吃饭的过程 我吃了一口又一口 饭量这么大可不行 于是第二天 我就带着他们全家减肥 牵了全村在兄的狗 在他们屁股后面挂了块肉 邀请他们一起跑步 后来又进一步改进方法 牵着狗对着他们亲切微笑 嘿嘿 我追你 如果我追到你 我就把你黑 家人们 这个减肥方法亲测有效 几天下来 狗都瘦了 第五天 我又想到个好办法 我拿着他贴行车记录 以口香糖的照片 热情地邀请了朋友们 举办铁丝绘画比赛 在男人驾的车上 一天下来 给他的车 免费对了个皮肤 第六天 我垄断了全镇的粪水 倒在他们家门口水塘里 举办了一次家庭游泳party 每人必须在泳池里游够三十分钟 我处着铁锹 亲自守在岸边 谁敢上岸 就给他一铁锹 没想到那男人是最先坚持不住的 率先爬上岸边 还想邀请我一起参加 那怎么行呢 我又不是他家的 邀请我吃饭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还去他家参加家庭派对 这多不合适 不礼貌 于是我礼貌拒绝 并热情地给了回礼 砰砰砰 急铁锹 他高兴地谢谢我 咕噜我咕噜咕噜 你看来是对我的回礼相当满意 只是到第七天 我到他家的时候 家里竟然人去楼空了 据说全家连夜搬到外地去了 靠 真不够朋友 我懊恼回家去对好朋友的不辞而别 产生了浓浓的不舍之情 半夜坐起来愤愤地骂 是不是玩不起 别为本以为我就这样永远失去了我新交的朋友 没想到妹妹放学回家神神秘秘交给我一个手机 上面一个小红点 再快速移动 我疑惑 我妹狡黠一笑 哥哥的心思我能不懂 我在李明宇书包里塞了个定位器 我脸色一白 我做的这些我妹全都知道 不等我问她直接回答 嗯 知道 那你不害怕哥哥 在妹妹面前我还是竭力想做个正常人 这次轮到妹妹过来摸摸我的头 当着我的面露出了一个极其圣人的笑 我的傻哥哥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样的想法呢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精神病是家族遗传吗 这话我听懂了 我想当着她做个正常人 她想当着我做个正常人 去她的正常人发疯人才是最屌的 于是我俩对着手机里不断闪动的红点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家人们 我们来了 嘿嘿 谢谢大家